Linus 核心設計講座 各位好,歡迎來到 Linus 核心設計講座 本次我們想要探討 Linus 裡面的 Schedule Linus Schedule 在很多人的認知上 是挑選下一個即將要執行的任務 但是事實上在現代的作業系統包含 Linus 其實要考慮的液體是非常多的 像我們就考慮到應用規模提升 現在來說多核的處理器已經是一個常態了 這樣的多核處理器其實它的規模可能會比你想像中的再大 不是只講四核、八核或是十核 這是在手機上的規格 那在實務上來講的話 比方說64核或是256核 那包含說更複雜的這個機體結構都是有可能的 然後除了規模的提升以外呢 包含說像即時處理 我們在 Linus 核心設計還會有一個專門的講座 在探討即時處理 不過這邊我們講排程器的時候也會涉及的到 所以就是我們講即時 那即時在意的是什麼呢?是重要的任務 它可不可以排程之後 那盡可能及早去執行 就是注意到 一個任務呢其實它的執行時間是很難說的 你會 這會仰賴於你的資料結構啦 仰賴你的演算法 以及你是否需要互動 但是什麼時候排程 到實際執行這個延遲 這是我們在排程時要特別控制的 那在即時系統呢就特別在意這個延遲時間 因為這個延遲時間很可能是決定一個任務 能不能準時的 或是一個符合時間的範圍 裡面呢去怎樣 去完成之間的任務 我們講的這個即時 不是講說fast 即時我們講的是realtime realtime跟realfast不一樣 realfast是說一個時間內 到底可以做多少次 所以它在意的是throughput 講的是工作的吞吐量 但即時在意的地方是 我設定的時間 就是我這個叫做dayline 所以我在這個dayline呢 設定是在dayline在這裡 那我的任務到底可不可以符合預期的 在這個dayline到達之前完成 那除了這以外呢 我們還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排程的難度呢 它不在於挑選下一個可執行的這個行程 而是讓執行完的行程 可以安插到適當位置 那你可能知道有個東西叫run queue 就是說呢 我們基本上在排程器來講的話 以排程器的觀點 我們會看至少會有兩種Q 一個叫做在等待的 所以就是像你在 你可以想像去你去銀行 就是你很多事要做嘛 比方說你遇到農曆新年 你想要換新的鈔票 就是來三紅包嘛對不對 那所以你要去銀行去換新的鈔票 去領新的鈔票出來 所以你需要等待 所以有一邊是等待 那另外一邊呢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在做事的時候 就是這個行員告訴你 這個現在怎樣 現在比方說19號請到4號櫃台 那像這樣一個挑選 那就是排程器 可是事實上的這個櫃台呢 銀行的這個零櫃呢 其實不是只有一個 那我們有多個零櫃 好 那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什麼 我這個執行的任務 好 那難得在哪裡呢 難得在 在於說呢 我們肯定一定 一定可以挑的出 可就是可執行的這個行程 一定跳出來 就算系統什麼事都沒做 你可能知道有個東西叫 Idle Idle Task 或是Idle Process 好 反正不管怎樣 就是一定會有任務挑的出來 可是難在哪裡呢 我們必須要放到適當的位置 好 然後呢 這樣的話才會確保 我們這個執行的順序 不然說像剛剛提到這個延遲 還有說我們自己這樣 之後呢 會考慮到更複雜重要 將這些中端處理 還有考慮到公平 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會先探討一個很經典的這個排程器 我們稱為叫做O1 O1 Schedule 那這個O1呢 是講這個什麼 時間複雜度 注意到它不是每個地方都是O1 它不是 注意到O1其實是講 其中某一個部分是O1 這個東西沒那麼神奇 不是天際下不是什麼東西 是Fibonacci樹裂 放到這個月球就會直行 那不是那麼神奇 好 這個O1 Schedule呢 它有一些很經典的設計 當然它現在已經被取代了 現在被什麼取代呢 叫CFS 你從它的名字可以看得出來 它很在意的是公平 這也是我們剛才講到說 難的地方在哪裡 難的地方在安插到合適的位置 好這樣我們等一下回來解釋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們還探討一些 在最近幾年加入的 比方說有個東西叫 Dayline Schedule 那Dayline Schedule呢 它的設計呢 也是希望可以去改善 Linux在 不管是即時處理啦 或者說在一些關鍵任務上 然後等一些回應 好 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在這一次的講座 我們希望來探討 就是Python 它真正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當然我們講到Python 無可避免就會提到另外一個議題 叫做Context Switch 那Context Switch呢 在很多 你會可以看很多材料都有解釋 但是其實難的地方在說 不是 難的地方不是觀念 觀念不難懂 就是比如說你有兩個任務 管制執行序也好 行程也好 反正它要切換 那切換的時候呢 我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把目前的狀況把它保存下來 那反過來說呢 我即將要切換一個任務呢 要從它原本保存這樣還原 好 這概念是這樣 這是哪地方呢 是在哪裡 這個我們要深入去思考 好 那除了這以外呢 還要考慮到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Linux的排程器呢 在設計的時候就考慮到 不是一開始就是考慮到 就是說 在這麼多年的演化呢 就考慮到多核 多核的狀況 那這個多核的狀況呢 那這是一個考量點 好然後再來是說 其實排程來講的話呢 你會發現很有趣 就排程 當你想要排程 像我們剛才舉的例子 你會想好像是銀行那樣 排隊的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呢 事實上 Linux的這個排程演算法 它用到的資料結構呢 它很可能不是只是用到 一個列隊的 就是一個Q啦 或是一個LinkedX 不是這樣子那麼單純 它可能會涉及到一個Tree 對你沒聽錯 它可能用一個樹狀的結構去表達 這裡是我們去探討的 那這個樹狀的結構表達呢 會有些優勢 那主要的優勢就在於說什麼 在於它的深度 那這個我們會去 之後也來探討 除了這裡外的話 我們還希望來涵蓋 像這個CPU Topology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CPU都是很多核 那那麼多核 你就想像一件事 有點像什麼 你在電腦教室 或者你在所熟知的這種 很多台電腦擺在一個環境裡面 那難的地方是 電腦跟電腦之間怎麼通訊 那以及我要達到通訊目的 我需要中間要走多少路 所以我的Louting 那更正確的說法就是 更明確的說法就是 我覺得Topology 就是說我這個本質上呢 CPU那麼多核也會有Top 除了CPU以外呢 還有什麼 還會有Memory 就是我們這些記憶體 那這些記憶體呢 還會分不同的階層 除了不同的階層以外呢 還會有一些 真正在處理這些輸入輸出 還會有順序 我們這個叫Ordering 那這個我們在 Ninx核定設計裡 我們在之後也會安排一個 專門來講Memory Ordering的議題 那不過我們在講排程的話 就講這個CPU的Topology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我們還有一個在 這出來一陣子啦 我用想不太起來多久 就說 但是在提出的時候也很心理 就是說我排程的時候呢 我不是針對一個任務去排 我是設計一組 注意到一組任務去排 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很奇怪 但是你其實想一件事 然後你想要你的Android手機 沒有Android手機的話 你拿出iOS應該有類似的 就是你看喔 像我們這支手機 一個手機能夠運作大概有300多個 執行序 這裡沒有聽錯 就300多個 或者更多 因為這個數字是我 好幾年前還在做手機的時候 我現在已經忘記 不是忘記 我現在已經無法 體會手機現在多複雜了 但是 本質上的設計應該不會差太久 就是說一個手機裡面它有300多個 執行序 而且 過程中呢還有一些是一些很複雜的操作 然後你會發現這裡面的執行序有很多是相關的 好 比方說你認真看 跟網路傳輸有關的執行序 好 或者網路有關的這個 行程 其實它都擺在一起 好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瀏覽器 那很多人都以為瀏覽器只是 是 你比方說點一個icon 點一個這個瀏覽器的icon 點一個這個 不管你用什麼Opera 用那個Chrome browser 或是其他的那個 什麼海豚啊 反正瀏覽器太多了 好 結果反正不管你點什麼瀏覽器 很多人都以為說我點瀏覽器之後 我才真的去做網路操作 其實不來 很多東西都有背景 好 例如Facebook 你可以打開你的網頁瀏覽器 然後就開始Facebook 好 然後你接著幹嘛 去休眠 手機休眠之後呢 你就發現突然那個冒出了一個 某個人傳個訊息啊 說老公好想你啊 不是啊 就是某某人去發個訊息給你 好 那這時候你就發現這邊有個提示說 這個訊息出現 好 那你就可以點這個 你在點一下呢 就可以打開那個 對應的那個瀏覽器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去思考 這一個訊息 為什麼它發得到 好 那當然 以Facebook來講的話 它有 它是有那麼多雲端啊 還有很厲害的網路建構 建設 所以 本質上那個沒什麼問題啊 反正就是 你可以想說Facebook那邊 從它的伺服器 從它的那些雲端的基礎建設呢 提供什麼 提供這個 訊息的推波 所以它Push 把這個資料往外推 好 那你可是你的手機呢 做什麼事 其實你手機呢 會三步是醒來 醒來幹嘛 來看有什麼資料啦 不要說有9啊 比方說WhatsApp 或者其他的這個程式 所以 你的手機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程式 真實 很多手機都是看不到的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 它彼此都是相關的 那既然它這些東西呢 彼此相關 我們能不能讓它排成的時候 就排在一起 比方說 以瀏覽器來說 一定有個專門在處理 這個畫面的繪製 講這個Rendering 更新啊 就是更新這個畫面的 然後一邊要從網路取得這個資料 所以就從這個 原本Linux底層 往上 就是從GCPIP 往上 移入這個網路的操作這個部分 然後 除了這以外的話 還要專門處理一些這個 比方說 資源管理的議題 反正就是說 這些 我們都想辦法把它排在一起 所以你可能有聽過一個東西叫 Cgroups 那Cgroups就是這樣的一個機制 所以它這 全名叫做 Control Group 然後 那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群組 就是我們排成的時候呢 是一個群組 所以比方說 CPU的 記憶體的 跟磁鐵有關的 好 然後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呢 也跟排成器有非常大的關聯 所以注意到 今天排成器呢 我們為什麼標題說 它不只是挑選任務 其實它要搞清楚啊 它要去辨別 我的任務本身 要知道它的Domain 要知道這些排成單位 它是對一整個Group 那裡面Group裡面 還有各自的這個描述 然後在除了以外呢 我們要去探討 這個相關的這個系統呼叫 這個排成呢 不是只是做一個reschedule 你可能看過一些相關的書籍 你可能看到說 都會提到reschedule 這樣的一個Know API 其實不來 還有很多相關的 然後我們之前講這個 排成相關的時候呢 相關的這些系統呼叫 我們就會講到 包括process flare 相關的 然後再來是當然 就是在我們這次的講座 有一個重頭戲就是CFS 那你就知道 你的思考價 這東西多公平 思考價 那除了這以外呢 就是我們未來探討 針對即時的要求 然後就會講realtime的scheduling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它不是很高大上的 其實你的電腦裡面 在課頭裡面 其實都已經這樣 都已經有內建這個realtime scheduling 然後在雲端的這個系統來講的話 很有意思 其實雲端系統呢 這幾年把很多那種 乍看不相關的技術啦 比方說一般來講 你講realtime 都會想到什麼 工業控制啊 對不對 你去找一些圖片 圖片對不對 那你會找到一些 一些什麼 想找realtime system 你可能會找到 像什麼 我們來加一些關鍵字 robo 那你會看到很多這種 專門用在機器人的這個 即時系統 那過去可能會知道這樣 但現在很不一樣 我們講realtime的話 後面可以加很多東西 不是加這些工業機器人的料 你可以加一個kbm 對不要懷疑 這個kbm就是kbm kbm 對 就是一個虛擬機器本身 也會專注在realtime 有意思吧 那在我們之後的這個 NINES核心設計裡面呢 我們也針對虛擬化建設 做做個探討 好 那總之呢 你只要認知到一件事 就是過程中呢 針對不同的屬性 不同的需求 就會有不同的排程的考量 然後再來是一個東西叫kbm kbm kbm這個字呢 我們中文翻譯可以把它翻成搶戰 搶戰就像那個 你就想像說古代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 山寨夫人 就是說 本來這個 女孩子啊 好好的這個 談了就是 呃 也不是好好的 就是說 在古代嘛 古代這個 女孩子這個 出嫁 那出嫁的過程中呢 可能怎樣 被人家遇到這個 搶匪 那劫財劫色啊 然後把這個人掠走了 所以這個原本是一個 呃 良家婦女呢 他就變成什麼 他就變成山寨夫人啊 然後 像這樣的過程呢 它是一個搶 人家原本已經有個路徑 原本已經有個規劃 原本人家應該要過著 幸福快樂的生活 但是他被 被怎樣 被侵占 像這樣的東西我們稱為叫做搶戰 所以對應到排程的話 其實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 欸我本來就有個執行的路徑 就是我 原本我生意說 幾分幾秒要做什麼事 幾分幾秒要做什麼事 好 然後但是呢 做到一半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怎樣 更高優先權的人 去把我的這個資源搶佔了 那反過來說呢 這高優先權的任務呢 他在某個情況下 會怎樣呢 他雖然優先權高 但是呢 過了那時間 他要等待什麼 關鍵的這個資源 所以他要等待 好 那像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就會發現說在Linux Kernel 不只是Linux Kernel 不然很多作為系統 基本上都有這種特性 就是會有一個搶戰 那當然他反過來什麼 就是Eard 就是說我浪出來 所以一個是被人家搶 一個是說我做一做怎樣 我就把我的資源浪出來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不管是Eard 或是Pre-End 基本上都是什麼 涉及到排程期的一個重要行為 好 然後我們再解釋這個 在探討Linux核心之前 我們要重新來思考 重新來學習 這個schedule 你這個詞彙 尤其在電腦科學來講的話 或者資訊工業 因為電腦科學也好 資訊工業也好 它的詞彙往往是借用一些 很多 原本存在的詞彙 那但是呢 我發現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就是在學習的過程中 就貪快嘛 還看到一個東西很心潮 很酷炫的 但是連他原本的意思 都沒有去查詢 就直接用了 像我舉個我親身發現的例子 就是一個笑話給你笑笑 就是我在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我開始寫程式 當然以前寫程式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電腦很廢 就是只能寫程式 當然寫出來程式還是很廢 但是你也知道吧 就是那個年代 因為電腦可以被控制 你想做的事 有些人像我就會覺得很開心了 好 總之我三歲就開始學程式設計 然後就開始看一些書籍 那就是 我那時候運氣還不錯 就是我那時候學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中文書籍 然後那個年代就是 民國七十年八十年 有一些電腦作家 其實蠻出名的 然後他們寫出一些品質都還不錯的 這些材料 當然有部分是 沒什麼著作權概念 沒什麼智慧產權的概念 不過他們把這些資訊傳遞到 帶來到台灣其實蠻重要的 好 那所以我在國小的時候 我就陸續接觸到一些 程式設計的概念 那幫人說 我接觸到那種Library 就是那種程式庫 那這個程式庫的話 那時候就是靜態程式庫 那靜態的韓式庫啦 那個動態的韓式庫都有接觸到 那可是有趣的地方是 因為我是在苗栗鄉下長大 然後我在 國中的時候才開始學英文 當然國小時候學英文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學 就是亂學嘛 比方說看到J 我也不知道怎麼唸 我就唸丁 那個 那個什麼 把他當作這個中文的 然後叮來看 好 反正那時候鬧了很多笑話 那最好笑的地方是 因為我國小的時候看到Library 都一直講到什麼 都會講韓式庫 程式庫 結果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那我記得是 國一下的時候吧 那時候開始上課就教了什麼 什麼 I want to go to the library 然後我就 Library是圖書館 那腦袋一片空白 就說 為什麼Library變成 圖書館 因為對我來講 Library就是什麼 就是程式庫 韓式庫 結果我們想到什麼 它變成那個圖書館 我那時候超 超震撼的 就是 你可能能想像那個那種 那種震撼感 但是因為這件事我已經認知到 超過了 超過了兩年 可能就是快三年 就國小三年開始學嘛 所以就是 就是這種 兩年多的時間 那 可是反過來去思考 像很多人 都沒有搞懂那個 詞彙 那就冒然去看這些 看這些電腦觀念 可能就會一些 沒有搞懂 它是弦外之音 我們來看 Wikipedia上面 針對scheduling 這個詞 怎麼解釋 我們來看一看 這很有趣 他說什麼呢 他說這個scheduling 是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可以怎樣呢 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指派 指派這個方法 那我這個指派什麼呢 我把這個工作 把它指派到對應的資源 所以舉例來說 我的CPU CPU如果說你只有一個 那可是我現在有十個任務 要做怎麼辦 那我排成器具要想 我要怎麼拍 我就想 誰比較重要 我就調出來 然後反過來說 假設我在做重要任務的時候 其實中間還有一些等待 那我能不能把 略為不重要的任務把它調出來 因為它時間很短 趕快做一做 那有沒有可能 這也是一個策略 然後不然是什麼呢 不然是說 好 那我就是 我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就是給怎樣 就是叫你說 列對排好 就一個做完 只能換另外一個 中間不能交錯 那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排成器具 那如果說我們用數學的觀念來思考 schedule就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 函數 注意到我們講的是數學函數 方形這個詞 如果我們把它翻譯成 像西元這種 就是在裡面用 我們稱為一個函式 因為它不是只是一個 不是單純一個方形 它基本上它是做特定的一個操作 所以我們稱為它是一個 函式 就表示它是有loutine這個意思 但是我們這邊講的是一個 數學上函式 函數的概念 所以就是什麼呢 就是 本質上它就是把 一組任務的集合 對應到一組的資源 所以你看 我還記得那個 以前高中的時候在學那個 函數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任務 那這邊呢 是資源 所以任務 資源 我建立一個什麼 對應 那更明確來說 CPU的schedule是什麼 就是把一組的process 這個行程 印射到CPU Core 所以我的CPU Core 可能有一個多個 那我的行程可能有什麼 一個 好多個 好 但是我這樣把它建立一個對應 所以 我在什麼時間 要執行在哪個CPU Core 那我在什麼時間 這個CPU Core 跟另外一個process 要建立關聯 在原本的觀點就不見了 那 過程中呢 這個對應的過程 我們要考慮一下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欸 我這邊中間執行任務有什麼呢 比方說有常駐系統的任務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 開機就會執行一些什麼 一些script 像這個init script 那以init script來說的話呢 它是做什麼呢 如果你不知道 我們來稍微瞄一下 就是說我在開機啟動的過程中 其實光有linux kernel把它開起來 其實不夠 很多人都抱怨說linux開機好像開很久 其實這句話不太對 因為真正linux kernel它只一陣子 其實linux kernel通常不會太久 可能就是幾秒鐘的時間 那但是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光有linux kernel只能指不夠 你需要網路 所以你要不要設定網路 要 你需要存取你的硬碟 存取你的儲存設備 所以你要不要初始化 要 那除了硬碟以外呢 你還... 硬碟跟網路以外呢 你還有一個嘛 你可能需要人機界面 所以人機界面要做很多準備嘛 那這些東西呢 就是inux kernel就幫你做的 那可是這個很好玩 這通常呢 這些 kernel kernel通常只做一次 就是在開機的時候只做 那當然你可以強制在開... 看到人機界面之後呢 再去執行也是可以 那一般來說呢 這種東西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程式 只是說這個程式比較特別 就是在開機的時候啟動 那不然就是說有些任務呢 是周期性的 可能知道就是說有個東西叫做 Chrome Table 那我可以去設定說 我每一分鐘 每小時 每一天 去做這些什麼 例行性的工作排程 好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我們還要考慮要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個數學的函數 那我們要... 我們人們... 就是... Kernel在做什麼事 Kernel就是... 基本上就是... 照著人們的意識 人們的期待 去管理這硬體資源 對吧 所以就是... 作業系統是什麼呢 是硬體跟應用程式之間的橋樑 人們呢不會... 直接接觸到作業系統 人們接觸到的是一個又一個應用程式 有的是溜覽器 對 有的是繪圖軟體 那但是呢 這些溜覽器也好 繪圖軟體也好 在執行過程中呢 要考慮什麼 要考慮要公平 不能永遠呢 都是做重要任務 你說這個任務很重要 那... 相對不重要任務 優先比较低的任務呢 就這樣 就執行不到 這也不好 那優先權也是一樣 那我要怎麼確保說 優先權重要的任務呢 他如果很在意 他的延遲時間很低的話 那我能不能怎樣 能不能及早的被執行 然後... 及早的執行的話呢 就要設計下一個東西 就是... 更多pre-entry對下去強戰 相對低優先權的任務 然後這個過程中呢 還要考慮到什麼 效率 就是說... 我們去挑選任務 挑選下一個要執行的任務 這個是... schedule的... 最初的動機 可是呢...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假設我今天要挑選任務 有上千個 上萬個 那我可能會不會 挑很久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跟與此有關的東西 就是Scapability問題 在Ninence核心設計來講的話呢 我們跟... 我們會特別在意這個Scapability的問題 一方面是因為... 因為很多書籍在這方面的考量比較少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 你可不可以去思考 在這個年頭 為什麼你需要掌握Ninence Kernel 除了好玩以外 其實你要去思考 因為現在的東西真的是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掌握Ninence Kernel 其實就意味著 我們有機會掌握著什麼 複雜的系統 所以我們這個Scapability 譬如說 一開始就要去特地去考量 那所以我們今天從單核 一路延展到多核 甚至還不想說NUMA 那這個很有趣啊 今年這個台大研究所考試 就考到NUMA 那我剛好在... 這個什麼 在Linus核心設計的講座呢 就有提到這個 所以有沒有這個 翟森夫老師考前猜一題的八卦 好 然後除了... 剛剛講的議題以外呢 如果我們不去思考Linus Schedule 其實在你的電腦裡面 它其實存在了多種Schedule 比方什麼呢 比方說你在Ellen 在Go 你會發現很好玩 Ellen也好 Go語言也好 他們不是單單純純的一個程式語言 他們在語言層面 就考慮到一個議題就是什麼 就是能不能做多工 好 比方說這個Go呢 就有對應了什麼 CallRoutine 就是說我今天做執行一個操作呢 它不是一個 只是一個很石板 從上 從第一道敘述 直行到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其實不一樣 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呢 就是改變它的這個什麼 改變它的這個執行的這個 就可以把系統切成好幾個部分 就讓你畫面中可以看到部分 就是說你看 畫面中有青色的 有綠色的 有紅色的 還有這個 橙色的 那這四種顏色你就想 這個四個什麼 四個Routine 那這個四個Routine呢 我可以設定說我在 我就是一開始就繽紛多路 去做這個特定的行為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硬體資源還是有限的 所以比方說你的CPU可能只有一個核 那可是我總共有四個 執行單元要執行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就要排成 好 那所以你會發現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像ERAN 像購語員 這種強調他們在多核 或是針對這種現代化的這個 資訊結構去設計的 他們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自己的這個process 或者他的資訊單元 購語員的話就是 coRoutine 那我們把它映射到哪裡呢 映射到這個作業熊提供的這些 這些資訊序 或是一些資訊單元 那如果說我們講 Engine S 那Engine S 它可以當作一個Web Server 那事實上 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 Web Server的這個開發框架 它其實不是只有做Web Server 它其實還可以做這些 像那個做Process Server 它也可以做那種應用 那你可以想說 它本質上的功能是什麼 網上有非常多的HTTP HTPS 這樣的一個Request 那這些都是網路的請求 那肯定呢 我們要有一個方式去這樣 去回應 所以我 有回應的程式 或是我回應的行程 我們建立一個對應 那這個東西也是需要排成 對不對 因為請求很多 然後這些 增添資源相對少的 另外一個是Memory Manager 我們講這個MNU 記憶體管理單元 那這個MNU 它的管理是什麼 它就是什麼 Virtual Memory 我們的定值空間 可以相對比較大 比方說我的這個 在32位的架構來講 可以定值到2的32次方 就是4GB的空間 然後在64位的定值空間 當然更大了 可以定值到2的48次方 或是其他的數字 相對來講 我的實體記憶體 那當然空間就很有限 那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所謂的這些 記憶體管理器 在做什麼 就把這些相對大的 非常大的一個 電子空間 一個虛擬記憶體 把它對應到實體的 那再來繼續思考 Hyperwise Hyperwise就是說 我有一個又一個的 這個什麼 一個Virtual Machine 那Virtual Machine 上面可以執行GastOS 那底層呢 就是一個什麼 Hyperwise 那Hyperwise 去管理這些硬體資源 所以我的上面 我的Virtual Machine 可以開好幾個 它可能有 冷機界面的 還有網路操作的 反正我不管它有開Log 這些 執行在Virtual Machine 上的這些 作業系統 我們稱為GastOS 它從來外 只要管 我自己的一回事 我不用去講說 我在真實世界 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用去管 所以Hyperwise做的是什麼 Virtual Machine 跟實體的映射 那另外一個東西也是很有趣 就同樣的 就是講到Hyperwise 我們講到這個EC2 那這個EC2呢 是 Adops 一個非常 非常知名的一個產品 簡單來說 比如說你今天 要有一個雲端的主機 只要你錢夠 就是你的信用卡額度夠高 那你要開幾台機器 就可以開幾台 那這件事很有趣 就是說 在這個EC2裡面 這個亞馬遜的功能 就是肯定這樣 肯定做一個 對Virtual Machine 做了一點修改 做的不是修改 有很多修改 做了一些調整 然後它讓什麼 那上面可以執行很多個Virtual Machine 然後呢 當我們在開新的機器的時候呢 這個Virtual Machine還可以Migrate 所以你可能知道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 比方說 Migration 那個在很多技術都有 比方說Zen啊 KVN 都有類似的技術 那這個Migrate之間 那其實也是什麼 其實這個一個對應 因為從頭到尾 對使用者來講 他從頭到尾看到什麼 我又開了更多EC2的機器 所以他實際上看到的東西 是透過網頁 透過網站 或是透過Linus的操作 他沒有碰到實際的硬體 但沒關係 因為這個AWS 提供對應的服務 所以你想 它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排程 因為我的需求很多 那真實的資源 是相對有限的 那另外一個東西 你可能有聽過 叫MapReduce 那MapReduce呢 在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有非常多框架 最早Google提出來的時候 已經有幾個了 然後Apache 它後來有搞一個東西 叫Spark 在很多公司都用到 所以你就想 我實際上講 那之前任務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真正的運算節點 其實它是怎樣 是相對少的 那我把進行器這樣映射 那所以其實你發現 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舉了這個六個例子 在講Linus的排程器之前 我們講六個例子 那其實可以看到一件事 因為真正的資源 是很有限的 但是我透過排程 我就決定說 什麼時候要去處理 什麼時候先忽略 所以資源呢 可以有更有效的應用 原本資源 有可能它會 閒置在那邊 比如說像EC2 你原本實體的機器 開了一大堆 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 就是開了沒用 但是像EC2來講 它需要的時候 再去用 然後呢 一台機器呢 不夠的時候 怎樣 它可以migrate到另外一台機器 好 然後呢 再來是說呢 因為加來一層 In Direction 然後呢 所以導致什麼 任務跟任務之間所需要的這些 偶和度 那個英文稱為叫做Coupling 就是說 Couple嘛 就是那個夫妻倆 就是 這跟多雲成家不關 夫妻倆 夫妻倆相愛相知相喜在一起 所以他們就是 如交釋水 在那邊 黏在一起 可是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我們希望呢 這個資源呢 該在一起的時候在一起 那如果說叫你分離的時候呢 你可以私貨的去分離 那我們這件事就是什麼 去降低它的 這個偶和度 那英文來講這個動詞叫什麼 叫做Decapo 那所以呢 我們 藉由一個中介層 去降低任務 以及它對應的資源 這個電視叫Decapo 然後呢 再來是 因為我們可以去 很好的去調度 更好去安排這個資源使用 所以 也可以去提升Qoist Quality of Service 那電腦科學裡面 有個很經典的話 在這裡 它講什麼呢 所有電腦科學的問題 都可以再引入一層 中介層去解決 那這個也被認為是什麼 軟體工程的一個基本 基本定理 這個 這個還挺有意思的 好 那你如果認真看這幾個案例 也在思考 其實這些東西來講話呢 你看 我們對照看一下 像這些任務 像這些任務 像這些不管是 呃 程式員的 執行 執行單元 那或者是 網頁啦 啊 網站啊 直接hypervisor 或者是雲端主機 要處理的任務本身 往往怎樣 大於 真正的資源 啊 資源的總量 那這個中間落差呢 可能大很多 所以這時候呢 想到一個 嗯 很經典的成語叫什麼 打總點充胖子 所以呢 事實上呢 schedule在做什麼事 下去打總點充胖子 我有很多事要做 但是呢 我就怎樣 我就是 超過我真正能夠做的事 好 那注意到的 這個東西呢 它不是一個什麼神奇的事情 這個觀點我們稱為叫做 Oversubscribe 那 那它的對應呢 英文叫做 Oversubscription 就是 就是像那個什麼 比方說電信業者 它可以保證說 每個月給你50MB的流量 一級的流量 或者更大的流量 那Gmail早期的怎樣 給你一級 一直增長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這些 這些提供服務的這個廠商 它其實呢 不用給你真的流量 你想一介事 你的流量 每個月是50MB 不是50MB 50MB 50MB也好 500MB也好 一級也好 10GB也好 真的有給你50GB也好 你會真的用嗎 就算你會真的用 其他人也不一定會真的用 而且 你用的時候 別人可能不見得用 正在用 所以電信業者做的事情 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配額 那只要想辦法錯開一些 大家都會相互碰撞 大家都會相互搶資源的情況下 多數情況下 大家不會相互搶 那我就可以去排 所以事實上 這個基地台 也有schedule 那當然這個 EC2根本沒有講 就是 這個 亞馬遮都說 你只要有錢 我就給你 開幾台就可以開幾台 然後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今天講這個 Oversuscription 這個東西呢 不只是這些公司 這些電信商 這些提供服務的業者 它的運作原理 更重要的是 schedule本質上的概念 就是什麼 就是Oversuscription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這樣過程中 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代價 這我們等一下來探討 休息一下 在剛才提到就是排成器 這個背後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什麼 就是Oversuscription 所以在這個 Oversuscription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其實是建立一個 上述講的這種數學關係 就是把這個想要存取這麼多服務的人 這麼多服務的請求要求 把它對應到什麼真正的這個運算資源上 好 那我們當然去思考 這個顯然呢 你會發現說 schedule的過程 它其實這樣 它整個要調度嘛 要搬遷這些 搬遷這些 就是要去看 資源有沒有被使用 那當然它的運作 一定會消耗系統的支援 然後我們也會希望說 這個代價越小越好 可是問題啦 比方說 當Linus在做一次 重新排成 schedule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會耗費多少資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畫面中這樣的一個 這樣一個示意圖 那你看喔 橘色跟橘色之間 就是橘色所包圍起來的 就是一個任務的執行 那橘色就是變換 在切換 就是切換這個任務執行的成本 那我們去資稿 我要怎麼去記錄這個 切換成本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你去進入跟離開的時間 然後呢 然後計算多了 再去取平均值 可是注意到 這個東西呢 其實很困難 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我們排成的時間 其實相對是很小的 我這邊直接告訴你的數據吧 比方說呢 我今天做像一個 像一個什麼 像一個系統 一個系統呼叫 比方說一個pipe 這樣的系統呼叫 那你會發現其實很好玩 就是 每秒呢 它的成本呢 就是這樣 它只有5個microsecond 好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在這個執行的時間呢 它可能這樣 會遠低於 有可能會低於這個5microsecond 所以這個有個很大的問題 你就把它 假設它是1microsecond好了 可是呢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1microsecond這種東西啊 這個時間很短 而且呢 有很可能在你這個 處理器的模式切換 過程中它耗費的成本 可能就比這個 1microsecond太大了 然後更難的地方是什麼呢 更難的地方是 其實在使用者層級 就是你一般寫程式的地方嘛 userspace來講的話呢 其實你是沒辦法對科農做這麼精準的一個 一個 一個調整 因為科農已經擺在那邊了嘛 你的層次就是運作在科農之上 那 所以我們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欸 假設呢 這個 畫面中這個部分 就是說 你假設呢 你可以讓什麼 可以讓這個系統上呢 都頻繁在做這個橘色的地方 就是有在切換任務 我就是頻繁的切換任務 那你 很好 你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樣的話呢 就是我讓整個這個 我們這個時間片段 就是所謂的time style 都被切換任務所佔滿 所以呢 這時候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 任務的執行的時間呢 就是它的 就是排層所耗費的時間 因為我一直在切換嘛 你就想一件事 假設原本是怎樣 原本是 唱歌 唱完歌 然後幹嘛 去讀書 所以原本是唱歌 讀書切換的時間 然後呢 接著幹嘛 就去唱歌 那假設我今天做什麼事呢 我根本不真的去唱 我不真的 不真的去唱歌 不真的讀書 我只是一直 反覆的做 唱歌 讀書 而且是 要唱歌 要讀書 要唱歌 要讀書 所以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讓兩個任務呢 可以相互怎樣 相互這樣子 就是 我讓這 任務跟任務之間就是 做這種 切換來切換去的事情 而且切換的時候呢 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叫blocking 就是說 我今天 執行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就block住 block住我自己 讓另外一個任務去執行 那你說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操作呢 事實上已經有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man page 在 Linux裡面呢 有一個 系統呼叫 它叫做pipe 你光聽名字 可能不是 不是那麼容易懂 沒關係 我們再看底下的描述 這個pipe呢 這個系統呼叫呢 建立一個很特別 它建立一個 資料的通道 那這個資料通道呢 可以來做什麼呢 可以來做這個 行程跟行程之間的通訊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假設 你就想要說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通道 那通道的左邊 跟通道的右邊 其實各自都是怎樣 各自都有對應的這個 行程在執行 所以我今天可以做一件事 我今天行程A 然後呢 它呼叫pipe 要把這個資料呢 傳遞給行程B 那通理 行程B呢 收到資料之後呢 那它也可以發一個訊息 告訴行程A 所以我已經收到了 然後它也傳訊息給行程A 那假設我們今天把 傳資料這件事把省下來 我衝到後就幹嘛 就是我要傳資料了 另外一種 我收到了 我傳到了 我收到 傳 收 傳 收 就是一直在做這樣的一個操作 所以如果這件事可以做得非常平凡 請你們發現 其實絕大多數的時間 就像剛才畫面中展示的 我就一直在做這個 海夫的這個測量 好 那像這樣的一個操作呢 在Linux底下呢 有一個工具很有用 強力建議大家一起把它裝起來 這個工具可以讓你對Linux可能有更多的探索 再次強調 我們學習Linux絕對不是用看的 就是我們真的要動手去體驗 你也不要急著去看Source Code 因為一樣 Source Code的存在是給你改的 是給你 站在這個基礎上做更多事的 這顯然不是讓你看程式 那邊舉出來舉出去 絕對不是 好 我們來看它這個PURF的工具呢 可以做什麼事 這個很有趣 之前我們的學生有寫一個 這樣的一個中文解說 其實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在現代的電腦裡面呢 會具備一種很特別的硬體 這種硬體叫做PNU 這個PNU跟Power Management沒有關 注意到它全面叫什麼 叫Performance Monitoring Units 簡單來說它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Counter 這個Counter可以去計算 在一定時間內 我CPU執行多少的指定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我的Cache Miss 像這樣的一個原本只有CPU才能夠知道的資訊 把它揭露出來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這個PNU的存在 它的Monitoring 它就像 你就想像有一組電路 在這邊叫做PNU 那原本CPU就有個很複雜的電路在這邊 那我這個PNU這一組電路 就會去觀測CPU狀態 比方說它現在的 執行的什麼指令 它現在的Cache的狀態 或者其他的一些狀況 那我們只要有一個特別的一個裝置驅動程式 能夠跟PNU溝通 那我們就可以取得一段時間內的什麼 比如說執行多少到指令 Cache的狀況 或者說PageFault 主持這些這些 原本只有Linx Kernel 原本只有這個處理器內部 才能夠知道的這些資訊 把它揭取出來 然後透過Linx核心 建立一個對應的一個框架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把這些 我們所謂的Hawaii Event 我們把它怎樣 我們把它揭取出來 那揭取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去做更多的分析 那分析完程式之後 我們當然可以提出 針對這個系統的項目瓶頸 或者針對系統的這個特別的表現 我們去做調整 那很多時候不是只是調整效能而已 說明它可遇到安全 就是我們有可能會有什麼 我們稱呼叫Information Leaking 就是 痾 痾 致命上意思就是說 這個什麼 就是揭露這個資訊 那這個東西在這個安全領域是很恐怖的 就假設今天是一個什麼 一個 ATM 那這個 ATM你要做什麼事 就是假設有一個人拿到這個 拿到一張 進入卡 那進入卡是有密碼 那可是呢 如果這個我猜測這個密碼 相對難度是很低的 就是說我第一次猜 猜錯機率是很高的 但是第二次猜的時候呢 因為我可以去看第一次 它多快給你回應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那個輸入系統跟你說這個密碼錯誤 這件事呢 是跟你的長度有關 也就是說我的密碼越短 檢查時間越短 密碼越長 檢查時間越長 所以我就可以觀察 就是觀察說 這個敲密碼過程中 這個密碼 就是要多久 比方說你偷看到 有一個人在輸密碼 雖然你沒有真的錄到密碼 但是你在旁邊 看到 系統判斷密碼的時間 或者它敲密碼的時間 好像比較久 所以知道 密碼比較什麼 這個密碼比較長 比較長不見的比較難破解 因為說不定它衝到 就是敲一樣的東西 反過來說 發現有些人的密碼 一下就敲完了 然後系統顯示 怎麼可登錄之類的 那你想 這東西就這樣 就洩漏了它的長度 那進而 你就可以在這邊過程中 做到一些攻擊 那這件事呢 在PUF上 我們也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分析 因為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CPU Cycle 還有它的相關 到指令 已經真正的在執行 那這邊做一個示範 示範什麼呢 就是說我如果要去Bench 去對Pype 這樣的一個系統 不叫做Benchmarking的話 那我們怎麼做呢 你就敲打這樣的一個指令 就可以這樣命令 然後呢 這過程中呢 這個PUF 那這樣的工具呢 就會協助你去做這個分析 它的原理就是提到 像剛才提到這個PMU 然後呢 它其實它的功能非常強大 所以強烈建議 你要把這個例子跑起來 所以可以知道 它的花時間最多地方在哪裡啦 然後可以知道說 這個處理器的運作機制啦 像這個 你可以看到說 我這個歐黑站 花在哪裡啦 處理這些這種議題 好 然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一開始呢 只敲這個命令 要求PUF 對Pype系統護教 做什麼 做那個Benchmarking 我們稱為 這件事叫 MicroBenchmarking 因為從頭到尾只做一個 很細的一個項目 所以這樣的一個 MicroBenchmarking 那我們得到一個數據 就是說這個 每一個操作 當然講就是Pype Pype每一個操作 如果需要用到5MicroSecond 那我剛剛量出來的結果 相似 一個是 這邊是5.3 這邊量出來是5.4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 大概這個數據 然後我們的測試環境呢 是在這個 在MD MD這個重返農藥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來支持這個 重返農藥這個 這個 Divisor 它是32個處理器 然後呢 我可以設定成64個核 所以在畫面中 可以看到 打開HT之後呢 我有64個核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剛才那個程式 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讓這個 兩個行程相互做什麼 Pype 所以一邊 我一邊就告訴 可能A 就告訴B說 我要交給你 B 執行的時候 就趕快交給A 然後A B 一直切換 那因為切換了 幾乎 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切換 所以我們可以去測量 Schedule 耗費的時間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叫 Test S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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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很有趣 我們先不看中間的解釋 先來看結果 你看上面跟下面的差別在哪裡 你看這個PubBench 稍微記下 PubBench 在這裡 我們上面那一道命令跟下面這道命令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Test Set 來看一下Test Set在做什麼事 Test Set 這個在說什麼呢 我在取設定 或是去取得一個Process的CPU Affinity 那你會看到CPU Affinity這個詞 就覺得很奇怪 一定要去查詢一下 那我這邊幫你各位查一下 這個東西呢 這個 這個Affinity呢 這個 意思呢 它很多意思 那這邊我取的意思是信力 就是一心相心 然後這邊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說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在我們的測試環境 這邊有64個核 那一定有很多事可以做 可是呢 我一個任務到底要擺在其中哪一個核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需要的策略 那像目前來講 在我講話的檔下 你看到 其實好多個核都有在事情做 比方說你剛才看到 編號43的那個核 有在做事 那編號8那個核 也有在做事 對吧 那我們再思考一件事 剛剛講的8跟43 這個什麼 CPU的這個負載 又不一樣了對不對 像至少43那個負載不見了 然後 我們有沒有可能讓這個CPU負載 固定在某一個核 這個 這樣的東西呢 我們就稱為叫什麼 這稱為叫做CPU Affinity 就是我吸引 吸引 把這個比方的任務的執行 吸到某一個核 所以這個東西什麼 這叫Affinity 所以我呢 把剛才那個Benchmark 把它吸附在某一個CPU Core 所以意味著什麼 我們在執行過程中 不會這樣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那你去思考一下 原本為什麼需要跳來跳去 因為我們需要平衡 需要公平 我今天系統64個核 那如果中文到位 只是讓某一個核非常滿 其他核沒試做 這個就相對來講不公平 可是呢 變動 就是跳動的過程中 今天我CPU在做跳躍的過程中 跳動的過程中 我們就叫Migrate 這個遷徙 其實這樣 是有成本的 所以你看 這邊來講話 我來做一次好了 我來自行Test Set 好 這邊Test Set 我們之前量到的結果 看一下 我們量到的是 每秒是5.3 講錯了 每個操作5.3個Microsecond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後面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縮減了 所以這邊量出來的東西 是2.94 那我之前量出來的東西 是2.8 這是在誤差範圍內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經由這個Test Set 每個操作成本 其實從5.3個Microsecond 降到2.8Microsecond 注意到程式碼是沒有改的 注意到我們過程中 沒有改程式碼 我衝到以後 只是把它Affinity的CPU 設定成什麼 設定成第一個CPU Core 所以這時候 你要去理解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什麼 叫CPU Topology 我們來看一下 CPU Topology 到底做什麼事 Topology在做的事情 就是去思考 CPU跟CPU之間 的那些觀點 要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其實CPU 它是還蠻複雜的 我們來看另外一篇 不過複雜也才有意思 就是一旦高等的話 你就會 踢骨灌頂 很爽 好 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 那個CPU 那麼多Core 事實上 它的這個 在風撞的時候 就是說你在 看到那個 不管是Intel的 MD的 或是其他公司 推出來的CPU 或是像手機裡面 按的那個處理器 那基本上它的都會有這種封裝 所以你看它底下 有個東西叫Socket 這個Socket上 它可以有若干個CPU Core 然後呢 這個一個Core上面 它包含什麼呢 它包含說 它會有 暫存器 還有一些直信單元 然後呢 再來是它有一個 對應的一些 就是它會有一個 對應的一些Q 那注意到 在每個CPU Core 它裡面這些 暫存器的資訊 執行單元的這個 每個執行單元發生說 這個Pipeline的資訊 它都是獨立的 所以我 編號0的這個Core 在執行的時候 跟編號10 編號12 這些CPU Core 彼此這些怎樣 它是 它不會干擾的 它是誰 注意到 這是什麼 這是Private PrivateState 除了這個CPU以外 其實你要考慮到 另外一個麻煩的狀況 就是記憶體 其實現在的記憶體架構 其實是很複雜的 所以比方說 你可以看到左邊 SMP 對稱多核的 這個CPU架構是這樣 你可以像說 我的主記憶體在右邊 在一個綠色部分 那主記憶體只有一個 可是我CPU Core 其實只有八個CPU Core 那我透過Bus 然後這樣 去跟主機體存取 所以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當我CPU0 要存取 機體資源的時候 那CPU編號7 也有可能會去存取 所以你看0想去存取 7也想去存取 那有沒有可能打架 有 這是要考慮 所以一邊 就是兩邊如果都是讀取 可能沒問題 但如果兩邊都在寫錄呢 或是一邊在寫錄的時候 另外一邊在讀取 會不會發生 一邊還沒寫完 一邊就讀出來 所以導致狀態不同 那NUMA又把這個架構 把SMP原本架構 又把它複雜了 所以你看到 在你畫面中可以看到 其實我有兩組 主記憶體 上面跟下面 是不同的主記憶體 它是不連續的 好 然後上面這一組CPU 編號0123 存取到上面這一組 那同理下面的編號4567 存取到下面的記憶體 那這個Buds跟Buds之間 有個撈腿把它串接起來 咦?這件事情 有沒有發生跟什麼? 跟網路有關 好 那所以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事實上現在現代人 都出一些架構 就是屬於這種 記憶體也是變得很多元 然後那個什麼 CPU本身也變得非常多元 好 比方說你這邊呢 可以用一個這樣一個命令 NumaControl 然後比方說我去顯示 所以你看這個難道完了 還記得剛剛那個圖 所以你看 這邊的圖來講話很有趣 還記得我們剛剛的 這個電腦的資料嗎? 剛好這時候很暖 就是我有64個CPU Core 我看到是64個CPU Core 但是實際上 它是有四個Node 這個Node的編號是什麼? 0123 123 所以我就是可以想要說 我這邊有個Node 這邊有個Node 所以你就想說我今天總會 對吧? 有四個Node 然後 編號0的這個Node 它擁有的CPU是 012345679 3233 然後到39 然後在Node1 它裡面的Node1的CPU這麼多個 然後你看 這邊很大玩 你看 在不同的Node 它也會有什麼? 它也會有不同的記憶體 所以你看Node0 對應到記憶體 在這裡 然後Node1 在目前來講 我目前沒有看到 Node2 有 好 然後你還可以去算一個東西 叫Node Distance 有興趣自己查一下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現在講的電腦 其實它本質上就是一個網路 它會有這個距離 所以注意到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對效能 還有對正確性 都有很大的影響 在Linux核心設計裡面 我們也會講座專門講多核的部分 我還在考慮說 要不要獨立的專門講多核的一個講座 不過你可以從過程中可以揣摩得出來 其實現在的東西真的不一樣 歡迎來到21世紀 好 然後呢 但是你也看到這個CPU的Torporology 不要太太害怕了 其實就是 就是這麼回事 就是你可以去思考 就像我剛才展示給大家看的這個 Node0 Node1 其實就像是這樣 所以這邊呢 它就放置了若干的CPU Core 然後呢 這些CPU Core跟Core之間呢 它就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通道 去相互的聯繫 就像剛才展示給大家看的 其實它有不同配置的什麼 可用的這個機體空間 好 所以要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就是 我當我們在執行這個EdgeTorps 你看到有不同的CPU Core 但是在實體上 就比方顯然你看 在那個Node0 對不對 Node0這個區域 它其實這邊會有 0134567 然後32到 3233到39 好 那再來是 比方說Node0 Node3 那這些都有什麼 都會有不同的距離 不同的存取 所以在Linux核心呢 在針對這樣講的那個Pneuma 針對這種擴展的這個SMP的架構 其實我們要去思考的議題 就會變得非常多 然後我們在分析效能的時候 就會變得非常複雜 所以你大概看得出來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今天用TestSet 我們避免在什麼 這麼複雜的 抱歉 在這麼複雜的 網 在這麼多的CPU中 跳來跳去 所以你就想要我今天固定在 某一個CPU Core去行 那中間的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可以看到這個數據 其實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變化 那當然我們做這個實驗其實 它不是很 不是很精準的 然後我們沒有效準 其實真的要做這種效能分析 你要把其他的行程排除掉 你看像我們剛才做這個 為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你會得到不同的數字 雖然看起來一直在做什麼 做這個Pype 就是A告訴B說我要Pype B告訴A說我要Pype 所以把它切來切去 為什麼數字會跳動很大 因為其實在至少在我這台電腦上 我們系統是很多事要做的 你看這個系統上 像我這邊有自行Java的程式 它其實是這樣 它其實是在運作的 而且它還除了做運算以外 還做很多相對複雜的一些 那個磁碟的存取 不過這樣的過程中 這樣的實驗還是一個很好的啟發 它讓我們了解了什麼 了解這個schedule的行為 更精準來說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context feature表現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不是那麼精準去看待 但是我過程中 我還是可以去推測 我們做什麼事 我們知道是說 從三個任務執行 到下一個任務開始執行 終結的延遲 是佔了多少時間 然後當然這個 剛剛你可以看到說 那個context feature的行為 那除了context feature來講的話 其實不是只是保存這些context CPU的register不是那麼單純 其實還有像是那個pagetable切換 像這樣的 那如果說呢 我們去觀測 比方說像golem golem裡面它的goal routine 那它裡面goal routine 有對應的schedule 那如果去做初步的測量的話 你可以發現它的效能 會比linux的好的 好20倍 忘記寫這個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goal routine 它的schedule 它是在user space之行 然後它做的事情單純 那不像剛才來講的話 我剛才用那個 透過pipe 做這樣的一個系統步驟 它其實是要從user space 跳到kernal space kernal space再跳回來 其實這裡有額外的這些成本 那再來是什麼呢 我們要設計一個schedule 考慮到一個schedule 其實要探討議題是很多的 就是我們要去思考 就是說我們呢 我們事實上就是說 因為我們提到 就是說我真正去執行 會有個東西run queue 你想要這個東西 那就是你在銀行看到的 看到什麼 櫃檯 所以櫃檯裡面來講的話呢 它可能有一個行員 兩個行員 或是三個行員 或是更多行員 那不管有多少行員 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機制 據說這些行員 這些行員 它不可能 永遠服務特定的人 不行 它也有個機制 那可是呢 我們呢 也不能完完全 只是先到先服務 因為有些人比較急手 就是一些狀況比較特別 所以有時候 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一些資源的保護 所以無可避免 我需要透過一些locking 這樣去表達 去表達 去表達說 我今天存取這個資源的時候 別人不能存取 那別人想要存取的時候 對不起 等 同理 如果我今天要存取某個資源 我先去問有沒有人已經用過了 沒有的話幹嘛 我等 我就說我做別的事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本質上的都要設 就是要去做 就是要去做 針對一個什麼 針對一個情境 設一個run queue 那既然是run queue 就像它字面上意思也要講 就是要能排隊 就是要挑選 就是會有什麼 去推進去這個 這個queue 也會從這個queue裡面拿出來 所以會有 新增 刪除 還有去詢問目前的狀態 那當然 那我為了這個run queue 我也需要怎樣 我需要去做 必要的一些 系統的追蹤 那相對run queue 我是不是需要 針對每一個資源 都要去配置run queue 注意到這是問號 你要去想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還要去想 就是說 我們前面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事實上呢 這個schedule就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function 把一組人物 統一到什麼 一組資源 那這個觀念不難懂 可是 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困難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要怎麼去 怎麼去規劃 那這個資源要怎麼去運用 那我們執行的時候呢 是要 跑到完成為止 還是跑到一個 一個時間範圍 就像上課來講的話 像我們講這個linux核心設計 顯然我不可能 一口去把它講到完成為止 就算我講得完 你也可能聽不完 就算你聽得完 也不見得為了講 吸收得好 而且對這個授課教室來講 這也是很大的壓力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主題 對不對 你要講 你要一口去把它講完 真的是很累 所以我們在講課的時候 就會切成好幾個部分 所以我有第一講 第二講 第三講 那在這個 臨時核心設計 這個講座 或者說在 你所不知道西元 這樣的一個講座 我們都是切割成好幾個部分 那切割成好幾個部分 有個好處 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一開始先做直播 直播完 我們做簡單的剪輯 然後我們的共筆也會跟著更新 有些資料補充的 或者有些地方講錯的 或者資訊已經過時了 我就在這邊更新 我不用一次 因為如果一次講完的話 你要更新的話就會很困難 有些地方你要修剪 什麼調整就很難 但相對來講 我就會把切割成好幾個部分 但切割成好幾個部分 也是有些遺憾 有些人得定是可能 就是有個愛 就是一口氣想要把它聽完 那怎麼辦 對不起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在真實情況下 其實有很多 也是有這種考量 就是說我今天要切割的時候 是依據時間去切割 還是依據一個任務的性質 它可能到某一個狀態 我才認為是做完了 我才會交付給其他的任務去執行 然後再來是說 我們在過程中設計一個 像Round Queue 需要怎樣的一個資料結構 是用那種First In First Out FIFO 或者用一個Linked List去做 或是用一個紅黑數 注意到這個紅黑數 在另一個核心來講的話 這方面的設計 其實是很多元的 我們看一下紅黑數 紅黑紅黑數 找個比較漂亮的紅黑數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天講這個紅黑數 它就像這樣的一個東西 好 那注意到紅黑數呢 上面會有什麼 會 新增資料 會刪除 它也可能會 涉及到一個東西 旋轉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有趣的事情 就是 Nins Kernel 也好 或是其他作業系統的演化 往往都會涉及到這樣一個行為 什麼行為呢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挑選出適當的資料結構 甚至在挑選的過程中 有可能會怎樣 它是一個複合的 就是把多個資料結構把它整合起來 然後再來什麼呢 我們要找出下一個重要的任務 這個東西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其實你的任務可能會非常多 就像剛才展示給大家看的 注意到這台列項其實沒做什麼事 但是 看起來是很驚人 你看 就是上面有多少任務 其實還是 非常多的任務 就是在執行 那 如果你稍微用不精確的方法去列出來的話 你會看到它有600多個 600多個這個任務 正在執行 而且這個數字還會變化 好 那我們可以思考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其實這就是涉及到非常多的考量點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中的右下角 右下角這個東西哪玩 叫bmap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這個bmap bmap的概念在哪裡呢 bmap這個詞其實它用很多地方 比方說你在那個windows來講的話 可能熟悉一個東西叫圖檔 就是像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 這邊有個米老鼠的圖樣 對不對 如果把這個米老鼠的圖 遠遠看 看起來是一個米老鼠 但是把它放大 一次一次把它放大 然後去看到一次這樣的顆粒 那這個顆粒呢 有些是比較深的 有些是比較淺的 這個東西叫bmap 那注意到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bmap不是講這個 我們講的bmap是針對什麼 是針對這個schedule 好 那這邊呢 去找一個示意圖 就是我們去思考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你看 像我畫面中來講的話呢 這邊有個什麼 這邊有不同顏色 不同顏色的這個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 當作一個 執行單元吧 好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我有黃色的任務 我有藍色的任務 然後 那其中標這個L 表示什麼 比較長時間任務 那以前呢 如果你要從左邊掃描到右邊 把一個任務挑選出來 其實這個東西不容易 對不對 這個東西你會考慮到 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可能時間複達度是 就是big on 也就是說 我這個任務越多 我要找到一個特定的任務 花的時間 可能就越久 那當然你可能就有一些方法啦 比方說有什麼 二元搜尋法啦 或者什麼樣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可以把 我的這個時間複達度 縮緊到 big on.n 這樣一個 就是一個對數 那但是如果說呢 我們今天透過一個 巧妙的資料結構 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我今天呢 透過一個 一個bmap 我把這些任務 你就想像說我怎樣 把這些任務呢 就是按著 按著它的不同的colum 不同的raw columraw 去做這個那樣的組合 所以我今天 要去走訪 一個任務的時候呢 其實是這樣 就是在這個bmap裡面 改變它的這個 改變它的 它的這個colum 跟raw的那個數值的變化 所以衝到我是改變一個數值 但是我改變一個數值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很快去定出 這個任務它所在的地方 而不用一個一個一個去找 所以這個bmap的這個強大的地方是什麼 它透過多一個維度 它透過這種bwise的操作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在這個大部分 絕大多數的電腦 它對這個bwise的操作呢 它的那些耗費時間都是固定的 注意到我們講bwise它不見得會比較快 但是bwise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說這些bwise的操作呢 就是它基本上它的這個操作 像這個基本操作 not and or exclusive or 像這樣的一個操作呢 我只要是操作一個固定的大小 固定32尾對32尾 它耗費時間就是固定的 那這個觀念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剛才在考慮到那麼多議題的時候呢 不是講到說有一些什麼 比方說有很多任務的情況下 我該怎麼辦 主持人這個東西怎麼設計 那這bmap這邊是一個很重要的提示 就是說它是一個思維 那接下來我們看左邊 左邊就是什麼呢 就是整個linux kernel它的這個發展過程中 到今天的時候呢 linux kernel到哪一版呢 神奇到5.0了 這東西太狂了對不對 就是5.0 我研究linux kernel的時候是1.3 那沒想到過了這個20幾年 這個linux kernel已經到5.0了 所以說想想很恐怖 那我研究 我不是研究了 我實用 我研究 講後面的事情 我實用那個 GCC的時候呢 是2.8 那沒想到現在GCC 其實沒多久 應該是再過幾周吧 GCC9.1就會推出來 所以你看我以前用的是叫做2.8 現在GCC在今年會叫做9.1 以前用的東西叫1.3 那現在linux kernel叫5.0 但是有一次地方是 版本在跳 我們要找出哪些是有所變 有所不變 在過程中是很適合的一個學習 好 然後再來是 我們剛才不是講到 我們有很多run cue 對不對 所以這個run cue 去思考 我run cue該用在哪裡 這就是對我們之後的 那個思考的一個重心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那在我們探討 剛才提到這個O1 就是Linux kernel的O1 schedule之前 我們要講一個 在這之前發生的 發展的Linux 2.4排程器 然後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Linux它是一個快速變革的系統 然後 好玩的地方是說你可以從早期的版本 比方說0.0.2 然後一路看到 比方說0.1.0.1.2 直接這種版本 那你會發現其實很有趣 其實一開始Linux kernel寫出來 你可以看到原始程式碼 它就是可能就1萬多行的一個程式 那有些地方寫的比較浪漫一點 就是寫的也不是那麼嚴謹 那一直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就是在2.4的Kernel 那Linux kernel 2.4大概是在什麼時代呢 大概是在它的測試版是在 就是2000年的時候 它距今將近要20年了 那所以在將近20年前 Linux kernel 2.4測試版推出來了 那時候在2000年的時候 還是2.4跟2.2變存了 就是早期的版本都有這種 奇數版 偶數版 偶數版 像這個2.4就是穩定的 那2.2也是穩定的 那奇數版像2.3啊 2.5 這就是所謂這個不穩定的 那穩定版怎麼來 從不穩定發展發展 然後穩定之後就變成 從不穩就穩定發展中的版本 發展中的版本 然後變成穩定版 所以顯然是2.4怎麼演化 就2.3 所以其實是這樣 就是2.2 從穩定的時候呢 人們就開始發展2.3 那2.3呢 就一直開發嘛 然後中間加很多 很多實驗性的功能 做差不多的時候就2.4 然後2.4的Schedule 其實它已經有做一個非常重大的突破 就是支援SMP 然後注意到早期呢 Linus Kernel在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考慮到SMP嘛 畢竟一開始就是Linus 2.4的一個小玩具 而且這個小玩具就是跑在他家裡的那台 386 486電腦上 那當然裡面就很多 很多 很多東西沒有考慮到 但是呢在1995年之後呢 Linus Kernel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有去開始去支援這些多處理器的一個狀況 那不過呢這個一直到2.4在這個SMP才好一點 那不過它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因為它用到的這個Round Queue是 我們稱為叫做 Global Round Queue 就是每一個Round Queue都是這樣 都是在這裡面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就是說 欸我今天有多個核 就是我現在有不同的CPU Core 但是比較麻煩的地方是說 欸我今天要排隊的時候呢 是只能在 就應該有這種經驗嘛 你去那個 你去那什麼麥當勞啦 你去那種7-11 有時候在某些時間點 它會要求你排隊 就是大家都只能排一個長隊 然後呢這個質疑這怎麼分配呢 其實怎樣 是在上面的一個 在這個Round Queue去配置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會涉及到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說我實際上呢 我真的做 我的CPU的算有很多個核 那我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每一個Core要去競爭 就是說從那個什麼 這個Round Queue裡面挑任務出來 那所以這導致什麼呢 導致你的延展性差 一旦你的CPU的核心數量 增加很多的時候呢 我要從這個Round Queue裡面 挑選任務的時間成本 就增加了 因為不是只是挑出來 要涉及到重新放入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Round Queue 不是只是挑出來 因為以前你講的 我們剛才用排隊做一個比喻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通常你排一次就結束了 但是以任務來講的話 排一次是不夠的 就是你應該想說這件事有點像什麼 像排隊買蛋塔對不對 就是早期 你可能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就是在二十幾年前那時候很瘋狂 我也不知道在狂什麼 反正就是台灣到處都買掉到蛋塔 那所以呢 有人在排隊 那一次呢可能限買一盒一組 然後所以你要買兩個怎麼辦 再排一次 有點像這樣 好所以注意到 那今天這個原本2.4的Schedule 它的確支援SNP 但是它問題不是它錯了 而是在什麼 Schedule別理不好 好 所以我們要去想 就是更早之前我們有講到一個挑戰點 就是說 我這個所有資源共享一個Round Queue 然後 這個 排程的時候透過Locking 然後還是說呢 我今天針對每個資源都有一個Round Queue 然後這樣我就不用頻繁去Lock 但我們要怎麼去調整 這兩個設計都有它的特色 跟它不足的地方 然後顯然2.4顆呢 它用這個Global Run Queue 它帶來的 它的這個 過程中呢 就是在Dequeue的過程中是要解鎖的 那 那就要加鎖 就加這個Lock 然後 但是後面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當你這個 當你這個 process的越來越多 你現在整個調度的成本 這個排程成本就很大 好 然後 所以就是說呢 我們要去思考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們要思考的地方呢 就 就 就蠻複雜的 那 這邊有點乾淨就好 我們等一下會再重新講 那我們這邊有部分內容是 就是 底下這個什麼 嗯 是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在支付上的一個說明 好 那我們從這邊裡面做做做編撰的 然後呢 再去思考就是說 呃 所以整個 在 2.4的Kernel 其實它的問題 就在於說呢 它其實有考慮到SMP 但是麻煩的地方是說 因為我們 對於規模 整個CPU Core 的增長 或者整個系統資源的這個複雜度 是沒有考慮到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很有趣 就是說我們把Schedule 試做一個 數學上的一個方式 好 我們把想做的事 跟真正的系統資源建立一個對應 好 但是以前呢 就是 系統資源是相對 短少的時候 我們用 我們用很直覺 直觀的方法就可以做 但是一旦你的系統資源很多 然後你要做的是更多的時候 那要用的方法就非常的複雜 好 那所以呢 這時候呢 就是 2.6的O1 Schedule 就被提出來 所以注意到我們講 這個O1 到處都是常數 它最主要的特色 就是它的這個BMAP 好 那在這邊來講話呢 有幾個重點示意圖 對 你會看到這個重點示意 來跟你講什麼呢 跟你講說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這個BMAP 然後 這個BMAP的重點在哪裡呢 BMAP的重點在於說呢 我們 我們之所以用這樣的東西去表示 注意到它不是一個byte接著一個byte 不是這樣 不是 它是 就是你一個bit接著一個bit 然後呢 一個bit接著一個bit 去表示有什麼好處呢 在 CPU的指令來講的話 有一些很特別的 比方說 在CPU指令來講的話呢 比方說我一整條 假設一整條是什麼 假設一整條呢 它是16微遠的話 我們CPU呢 可以提供一個指令 可以算得出 在16個bit裡面 有幾個 有幾個1 就是說 如果亮的地方是 亮的地方是0的話 暗的地方是1的話 暗的地方是1的話 就是這邊有圖顏色的地方是1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一些CPU的指令 比方說有個東西要PubCount PubCount PubCount 這個東西很好玩 看一下 PubCount Bwise 這個東西做什麼呢 它可以很快的去計算 就是說 比方說我輸入這個 依據我輸入的數值 那我可以很快找到什麼 找到第一個bit放在哪裡 就是說 以這邊來講話 我可以很快去找到 就是我第一個bit在哪邊 所以比方說以這邊來講話 我就是去算 0 1 2 3 注意到要從你開始算 所以 算完這個PubCount 就是從這邊開始算 那 總共有幾個1呢 0 1 2 3 4 5 所以你看到 這個什麼 這個從左邊開始算的編號是35 那當然從右邊算也可以 算算的 總共是三個 所以它會算 它這個什麼 整個 是1的 Count 然後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不管你的輸入是多少 剛剛講過Bwise 一個特性 就是說它的 只要你的處理器 有針對這樣的做設計的話呢 它的 保證的時間是什麼 是長數時間 這個 所以它的這個 我們講的長數時間是講它的 延遲的觀點來看 那但是真正存取 存取這個記憶體呢 它是有意外的開銷 我們這不算進行 我們講的是指定的這個 指定的延遲時間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所以你看 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 就利用像PubCount這樣的一個 指定的特性 我可以很快去計算出什麼 計算出給電的一個數值裡面 有多少個1 那我也可以很快去計算出給電數值 第一個 設定1是多少 好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比方說這個 Count0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操作 好 我去計算什麼 我去計算一個 給電的一個數值 它 它可能前面有一對 有一對0 那我去算 前面有多少個0 然後 算完這個前面有多少個0 之後呢 就是 那後面就是1了嘛 好 那像這樣的一個操作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它的 因為 對應的操作 是CPU的指令 所以它的存取很快 那用這種東西 來 替換掉什麼 過往對Q 對很 就是這種 連續的記憶體啊 不連續記憶體的這種依賴 好 所以我今天把它的這個思維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呃 比如說在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好 數值系統片 我們就提到這個 BYS操作 好 這種東西為什麼很關鍵 就是在 特定的情況下 像這種schedule 好 因為我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嘛 就是 我的這個 程式規模變得複雜的時候 它整個耗費的時間會增長得很大 但是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做就完全不同的這個思維 所以注意到這邊 好 那大家繼續看 就是說 在2.6的kernel 應該說2.6.33之前 就是 2.6.33不含33 之前 2.6.32 在這之前呢 它的優先權等級有什麼 140種 那所以呢 我用一個什麼 用個 正列去存放 但這個正列呢 它是 每個都是一個bit 不是一個byte 注意到這個差距 好 然後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在我們這個設計來講 因為它是這個bmap 就這樣 你就想當作說 我今天對一張 對一個什麼 對一個這樣畫面中 這樣一個圖片 去寫 所以我不要 我寫這個bit 我寫這個bit 寫這個bit 好 那以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這個有意思的地方是 我用這140 就是長度為140bit 去記入什麼 它不同優先權 然後呢 我在這個上面 就是說 我在這個底下呢 有個first-in-first-out-queue 去管理什麼 它對應的這個行程 好 然後呢 在我新增刪除的時候呢 這個很有趣 其實我從頭到尾就改變數字 改變 所以你可以發現什麼 在這個case下 我們用這個什麼 用這個bit array 搭配這個first-in-first-out-queue 它可以做到一個很有趣的事 就是說我新增刪除 其實都是 這是什麼 它就是 長出時間 因為從頭到尾就是 把資料接起來 就更新資料 是固定的成本 好 然後呢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要怎麼找到目前最高優先權下 這可執行的行程 就是 如果說呢 你以前是 呃 就是比方說你以前 你去思考一件事 如果今天是 思考成像這樣 就是說 我今天要去找這個任務 這個任務 一直長 那我今天去找 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是 目前的優先是3 那我要找出一個什麼 看有沒有比3還大的 好 所以我去找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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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裡面呢 我目前的執行是3 所以我3不執行的時候 我要去找一個什麼 找到下一個 比方說一 找到最大的 那 所以我去找 這個 目前是3 那有沒有5啊 或是其他數值啊 更大的值 或者說 3之後的那個 放在Q裡面的都是很小的 有什麼 1啦 那我要找出 在裡面找出最大的 所以以前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要在裡面找出優先權最大 這個成本是很高的 因為我要怎樣 要把所有東西走過 那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不需要把所有東西走過 去比較來比較去 有沒有可能 這是有可能做的 但是呢 注意到呢 這個就是用什麼 用這個bit array 所以我每一個優先權 配置一個bit 然後 我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透過一個東西叫Priority Q 它跟一般的Q有什麼差別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Priority Q呢 有點趣味啊 就是說你可以 看一個基礎的實作 就是 它這個實作方式呢 有非常多 那 一般來說它的特性 就是說如果你的實作是很單純實作 就是我的 增加很簡單 但是呢 你要把它找出來 因為我推出來是 推出優先權最高的 所以我推進去很簡單 但是要推出來 把優先權高的把它推出來 就這樣 難度就比較高 所以時間複達度比較高 然後 所以後續呢 就有做一些調整 所以後續有一些 特別的機制 所以另外 Linux Kernel 也針對什麼 像是透過這個bit array去實作 然後 這個東西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這個資料結構呢 很在意的地方是 它裡面的這個數字 所以為什麼它會稱為 叫Priority Q 簡單來說它的設計 就是像這種 針對這種 排程 就是排程啊 或者找出這種特定的資源 去實作的 那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說 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避免 找優先權 就找到 比方說找到最高優先權的 那個任務 耗費時間是很大的 所以 它就是把這種 循序的操作 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bit array的一個操作 然後bit array的操作呢 就可以對應到CPU的什麼 CPU指令 那CPU裡面呢 就有一些指令 可以專門去做這種 這個操作 像剛才前面提到說 這個popcon 那這個 在這個CPU來講的話呢 會有一些 分類上稱為叫做 find vs set 就是說我去找 就是我這個0跟1的組合裡面呢 第一個bit 是什麼 是有被設定的 就是說找 因為每個bit 有可能是0跟1嘛 然後就去找 如果前面是000 好 找到第一個不是你的bit 那這樣有很多變形呢 比方說找到第一個0 找到第一個0 find vs 0 然後或者計算說 尾巴有幾個0 計算開頭有幾個0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都可以互換 在這個操作都可以互換 然後呢 你可以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這個部分 那這邊有很多學問 然後注意到 硬體上都有對應的這個支援 按的話從按V5開始就有 然後那個intel的處理器是從386電腦 然後那個 當然我們現在用的處理器都有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在過去像什麼VAX 或者這樣的一個結構呢 基本上都有 所以你可以假設像現代處理器 你可以講現代處理器都有這個機制 但是注意到這個機制是會有限制的 比方說這個會有寬度上的一個限制 你要特別去注意 然後 然後所以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思考了 所以這邊就是講上面這張圖的運作 因為這個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們先講這個概念 那我們之後 之後就是 因為畢竟我們是好幾集嘛 所以我們就在 這一次呢先講個什麼 先講個基礎概念 那之後我們再講針對這個細節去探討 好 然後呢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O1的schedule它設計的是很優雅的 那它的 通過這個bit array 跟這個py audit queue 去展現這個 演算法的那個 這個美的地方 那後來這個 O1 Big O1的schedule呢 其實被換掉了 被這個CFS換掉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講 CFS到底做什麼事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這一次的講座 這個schedule會分好幾個部分來講 在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只講一些技術觀念 所以我們 我們故意忽略這些 這種bit array的細節 不過你先有些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來講這個 我們真的 我們的自己的 我們的排程器 然後在講排程器之前呢 我們需要來快速複習一下 Linux核心設計講座裡面的 不只是執行單元的process 好 然後注意到 process的設計呢 它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 一個trail 或者一個演化的過程中 那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可以設計好多個不同的 不同的執行單元 比方說你有 行程 這個process 可能有執行序 那甚至你可能會知道一些 比方說 在Windows有個東西叫Fiber Windows Fiber 那Fiber是什麼 Fiber就是比 執行序更小的一個執行單元 那這個就是看你的需求 就是在 這個東西 是Microsoft Windows有的 不過你在那個 Linux上 你也可以 模擬出這樣的一個機制 所以它簡單來說 它比一個執行序更小 所以你可以想說 我們前面不是講到一些 co-routine 對不對 你會想像go的routine 或是像那種earn 那些執行單元 那把它 放在這個執行序裡面 所以就是說作業系統本身 它就會管理執行序 那如果說一個執行序裡面 有好多個更小的 這個執行單元 我們稱為Fiber 就像那種 光線一樣 非常細的 那個絲 那個thread 已經是線 這個線已經很 就是什麼 執行序裡面的線 已經很小了 那這Fiber就更小了 就像裡面的絲 絲絲綠綠這樣 好 然後呢 那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說 Linus在這個過程中呢 做了很多取捨 好 那甚至早期呢 Linus呢 只是一個什麼 單執行序的環境 好 那Linus發展了10年呢 才有什麼 才有多執行序跟SMP 好 然後甚至在 Linus的這個執行序呢 是早期是透過一個很便扭的方式 叫Linus Thread 去實作出來 那當然Linus 為什麼用這種便扭的方式去做呢 除了這個歷史因素以外呢 Linus在做很多這種 相端的這種最佳化 因為呢 他想要去怎樣 想要去 共享資源 所以Linus來講的話呢 可以透過Chrome系統護教 可以做到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什麼 就是你可以建立一個新的行程 可是新的行程跟舊的行程 共用同一個空間 以前我們在問說 你可以問一個 隨便問一個 Compute Science的學生 對不對 問說 Process跟Spray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很多人都可以回答得出差別 但是看到Linus的時候 就嚇到吃熟熟了 對不對 因為Linus的 系統護教很奇怪 就是一個系統護教 它可以產生一個 你聽過的Process 這個Process是怎樣 是 它的Address Space是獨立的 但是Chrome也可以做出 Chrome這個系統護教 也可以做出什麼 原本Process跟新產生的Process 共用同一個空間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對跟錯 因為我們以前在學習的時候 尤其台灣的教育很麻煩 台灣教育花很多時間 就跟你講說 明辨是非 所以每個東西一定要是 非 好 壞 但是很多時候 尤其在工程設計來講 其實不存在那種完全的好 完全的不好 就是 很多東西乍看不好 它還是有些 優點 有些東西 它看起來千錘百鏈 它還是存在一些 一些什麼 一些不足 或者說一些落點 好 特別要注意到 Linux在這方面的設計 為什麼要設計 這麼奇怪的一個系統護教 就是為了做什麼 為了做這個 執行序的發展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準備 但是後來的Linux設計 就不是講這樣 所以後來Linux 有個東西叫NPTL NPTL 所以後來Linux 有個東西叫NPTL 那這個NPTL 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它就可以讓 User Space Thread 跟Kernel 可以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一對一的對應 以前是什麼 以前是說 我User User Space 做一個很特別的處理 處置 就是我建立一個新的行程 這個行程 跟舊的行程 是共享同一個空間 所以我在上面 做操作的時候 看起來是 Process的切換 更正確的說法 叫Live Web Process的切換 那原本那個做法 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遇到一個系統呼叫 比方說一個 我有好多個執行序的時候 只要啟動一個執行序 遇到系統呼叫 它Blocking的時候 其他執行序就跟著Blocking 為什麼 因為它抽到Kernel 是沒有察覺User Space 到幾個執行序 但是在NPTL 注意它的全名叫什麼 叫做Native Positions Vedic Library 也就是說它希望 這個執行序的資源 是怎樣 是作業系統可以察覺 作業系統 核心本身可以察覺 所以NPTL的提升 引路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它引路之後 然後Kernel其實就察覺到什麼 它在 Kernel會察覺到User Space 那些變化 所以User Space 那些Threads 要執行的時候 比方說呼叫系統 呼叫的時候 不會Blocking到另外的執行序 為什麼 因為另外一個執行序 也有對應到Kernel的一個路徑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在我們講Process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這也導致說 Linus上有一個很神奇的 一個資料結構 叫做TestShock 那你注意到TestShock 它的Header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Include底下的這個Linus Schedule.h裡面 那所以這個HeaderFile 它很驚人 它將近有什麼 將近有2000行 而且有超過300位開發者 Linus Kernel 將近有2萬名開發者 但是多半都是改不同的HeaderFile 改不同的SourceFile 但是這個Schedule.h 它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你可以來看一下 這東西真的是Linus很奇葩的東西 你看到我現在講的時候 它已經有334位的貢獻者 而且這東西一直在變動 7年來的變動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它為什麼那麼複雜 就是因為它反映了Linus的變化 反過來說如果你要想學習 Linus核心最關鍵的一個變化 其實你大概可以猜出來 我繼續看什麼 schedule.h 去看test truck 裡面的這些變革 好 這就是剛剛提到的 NPT裡面它的術語叫做 One to one One to one的一個model 所以我這個在 我建立一個 在userspace 建立一個執行序的時候 curl是可以察覺 察覺這個執行序的存在 所以透過剛剛提到 那個test truck 其實我可以追蹤到 追蹤到 對應的一個 對應的一個 一個task 好 然後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們在過程中 這個threader就可以怎樣 可以由作業性本身去排程 然後在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 講這個 排程的講座裡面 我們就會更細緻地去探討這個 這個議題 那我們在這個 上一次講這個 Ninus核心設計不只是 執行單元的process 那我們主要講的是 從容器的觀點 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把那些 把這些資訊 去把它盤蓋進去 那 但是呢 我們過程中也提到另外一個 就是比方說像這個 跟記憶體 記憶體管理有關的部分 所以看到這些東西有交錯 還有這個 當時就有提到這個commit switch 那除了這以外呢 麻煩的地方可多了 表示signal 這個signal 我們之後也要專門去探討 不過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 視同還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非同步 它有同步的 也有非同步的 它的什麼 的一個 例外處理機制 你可以當例外處理的 你可以當作一個 一個同步 或非同步的一個 事件處理機制 總之就是說呢 我在這事先呢 我去註冊一些 對應的一個操作 然後我在觸發signal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這樣 我就可以跳到一個路徑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有點像什麼 就是說 你去思考一件事 你就身上帶一個警報器 然後你平常呢 這個警報器不會響 不會叫 所以這個 你就 平白無故的 就是 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 去做你原本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呢 你在某些危機的狀況下 比方說你的 你發現什麼 你發現 你被困在某個地方 或是說 家長要找到小孩子 平常的時候 那個警告器 警示器是不會響的 但是 家長找不到小孩的時候怎麼辦 就可以透過這個3G的訊號 4G的訊號 或者藍牙訊號 然後要求什麼 要求這個 小孩子帶著手環 就是所謂的智慧手環之類的 然後把它 就是叫起來 而且除了這個過程中呢 去提醒到其他人 這個小孩子很需要人家幫助 這樣的 那這樣的一個signal 那這樣的signal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 也是在 process 所 涉及到的液體 所以就這樣 你畫面都可以看到 它就涉及到 它對應的這個signal handle 對應的這個 這個執行流程 那當然後面的事情可多了 然後 再來是什麼呢 像剛剛提到這個 像這個3D model 然後 你甚至還要考慮到什麼 像是 butex fast mutate 這樣的一個 然後我們在 上一次的這個講座裡面 其實有提到一個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除了這個test truck以外 其實我們還可以提到一些 一些 deferred deferred task 就是說有些任務呢 它可以往後拖延 那注意到 可以往後拖延的東西 像是 work queue 這樣的東西呢 那我們就要考慮到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什麼 一樣 也是要考慮到排程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這些東西 都跟什麼 都跟process 關 所以它不只是一個執行單元 更多的是什麼 更多的是一個核心 跟這些process 怎麼互鬥 以及其他 像是signal 像是threading 還有這些機體管理 我要怎麼跟這個process 有一個對應 再來是說 像我們之前有講到說 在我們做content switch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些對應的議題 不只是處理器的mode switch 還有 這個page table 的一些變動 這些東西都要考慮進去 所以注意到我們今天在 講排程器的設計之前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process 因為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認知 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 複習了process的設計以後 那本process的概念 其實這是概念 距離真正理解process 還遠的 不過 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呢 接下來就可以來看 這個排程器到底做什麼事 那這邊呢我們就是拿這個Porter教授 Porter教授 他之前開的課程的教材 那注意到Porter教授的教材 有一些部分是比較舊的 所以有些地方需要調整 這樣我們這份共筆也會用到 就會把它更新 然後他的教材呢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有scheduling第一個部分 還有這個第二個部分 然後除了講這個Porter教授的材料以外呢 我也會來講說我們在兩年前 在發表在Linux Foundation的 舉辦的Embedded Linux Compass上的 這個什麼 的那個 我們一些成果 那這個成果也跟 這應該是算 在Linux的世界上第一次 有人把這個排程器裡面做很細緻的 很細緻的這個分析 那種分析的時間都是 就是到 microsecond級的 去分析說具體做了什麼事 然後在過往來講 沒有一個比較 比較有效的一個圖形外的工具 所以這是兩年前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果 然後之所以為什麼要發展 這樣的一個機制呢 就是我們想要在 像即時系統 像我們剛剛提到 很在意這個 很在意這種dayline 很在意能不能在指定時間內 完成特定工作任務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系統 好 那不過這個顯然是什麼 現在不是第一個部分會去探討了 因為這個東西可多了 好 然後我們就先來從這個 帶著大家看相關的概念 去理解這整個東西的運作 好 Port教授 講scheduling 那 這邊的scheduling是涵蓋哪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如果我們把它畫成這個示意圖的話 就user space 像包含說這個thread 那在 kernel來講的話其實很多 在linux核心設計 所以我們有一個講座呢 是講RCU 就是講一個同步精釋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你會發現說 像這個 Define Driver啦 或是機體管理啦 那CPU的scheduling 在這裡 那一樣呢 這個東西呢 也會跟硬體有很大的關聯 就是很多人以為說 排層只是個演算法 其實不來 像我們剛才解釋過的 你要考慮到公平 那你就要了解CPU的topology 對不對 然後你要了解說 它的規模 所以你就要了解說 我到底面臨什麼樣問題 那你要考慮一下 Round Queue的問題啊 我是要準備一堆Round Queue呢 還是一個Global Run Queue 這個東西顯然 跟底層的硬體是有關的 好 然後呢 就是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想要了解什麼 就是 我們想了解這個O1 O1 Schedule 雖然它被CFS取代 但是它很經典 而且CFS裡面呢 它其實存在這個O1 Schedule 的一些實體概念 然後再來是我們想要了解說 棍中 它的排層到底做什麼事 那這個Linux排層 有些相關的API 所以即便你不 不去修改Linux Kernel 你藉由了解Linux Kernel 有機會寫出這樣 更 更有效 或者符合期望的這個程式 好 我舉個例子 像我剛才不是有示範那個什麼 示範了一個 Benchmarking 還記得吧 這個 這個東西很有意思啊 就是說 你看到原本這個 Per Bench 在執行的時候 它不是 平凡的去呼叫這個Pipe 拿去計算出這個Pipe 一次的Pipe 需要多少的時間 那可是好玩的地方是說 原本量出來的值是比較大的 對不對 記得原本是5點多嘛 比如5點3 每一個Pipe 就是每一個這個 平凡的做Pipe 這樣的一個切換 耗費的成本 它是什麼 它是 每次操作需要 5點3個Microsecond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說 我們藉由 透過Test Set 把它固定在某一個CPU Core 這樣我們就把資金時間縮減了 所以你看到 我從5點3 降到比方說2點8 或是3 基本上是一個很大一個變革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這說明了 PiTher 是需要我們去思考的 好 這也是我們舉辦 這個Linux合理設計的講座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說 Linux合理設計就是來學 Divine Driver的撰寫 其實這是一個 畢竟工作 所需只是這樣 但是其實 學會這個 在很多地方是可以用的 尤其是在效能 那我這邊再舉個例子 我不能講哪一家公司 因為我有一個保密協議 但是因為那家公司 有把產品丟出來 所以我可以插邊球 稍微講一下 那家公司在做 是某一家 做通訊的公司 那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說 他們早前是用 某一套商業作業系統 我不能講 那你猜得出來 跟Windows無關 但是 就不是Linux 不是Windows 好 總之他用了一個很典型的 Atos Lew-time Operating System 那用了這個Atos之後 可以做很多事 不過 這種Atos有個問題 就在於說 因為那家公司 買的授權可能是比較舊的 而且那個Atos 不支援新的硬體 大家都知道 新的硬體現在便宜 好用 所以以前 那家通訊公司就很尷尬 就是因為 它的軟體不改的話 就要改硬體 可是硬體 已經很難再升級了 軟體又不能 做一些我們沒什麼更動 所以他只能在這邊開發應用程式 那可是這個 作業系統跟硬體是綁住的嘛 所以 他後來就是改用Linux 可是用Linux就很慘 他們用了新的硬體 然後跑Linux 那跑出來的數據呢 是比舊的硬體 然後搭配的 Atos 所以他們認為說 Linux很差很差 那後來 這家公司找我當顧問 就是 其實也不是顧問 就是一開始就找我去演講 你知道有些主管會帶有敵意 他就這樣 不知道怎麼模仿 就帶有敵意的看 他就說 你大概猜得出來 就是某一個PM 某一個工程師 找我去演講 那演講的那個 帶有敵意的主管就說 這個Linux效能很差 很差很差很差 反正講一下 這個不能用啦 這個東西是怎麼更好 那注意到 我不是要為Linux 辯護 但是因為 兩邊用的硬體是完全不同等級的 再講一次 它是在 舊的硬體搭配Atos 某一款Atos 然後呢 我們現在是在新版的硬體 所以一種Intel Core i7 或者更新的Model 然後上面跑Linux 那所以其實呢 如果我們從來不看Linux 不看作業系統 以運算來講 運算能力好太多了 最起碼差了大概八倍吧 就運算能力八倍 好像更多 所以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今天這件事就不是爭論說 Linux好還是不好 其實不是在爭論這件事 而是爭論說 你如何善用資源 然後我就說 好 這位前輩 因為他年紀大我很多 我就說 這位前輩 既然說這個跑得不是很好 那 因為他終於一直問我這種問題 所以我覺得呢 我就不要再演講下去了 就是方不方便呢 就是方不方便 你打開你的電腦 如果要簽保密合約 我們再簽 就跑那個數據跑給我看 然後 那他跑的數據就像這樣 就是 這個東西看有沒有 數字好差好差 就是這個 就是你想要這個數字多了很多 然後結果我抽到 幹了什麼事情呢 我說 請你給我 15秒 然後我就開始打 Task Set -7 這樣 就是15秒慢慢打 不是 你有時候在YouTube 有可能看到我以前示範打字打很快 好 然後我就慢慢打 慢慢打字了 那瞬間的那個數據呢 就從很大的數據降到很小 然後 所以就是大概就差了大概 差了幾倍 可能差了十倍吧 就類似這樣 然後 然後呢 他就是很傻眼 我說 如果可以的話 請你再給我兩分鐘 什麼幹嘛 我去安插一些 那些跟Linux坑有關的排程的什麼 API 然後呢 這個這樣改完之後呢 所以就是 還記得吧 我幹了15秒 再加上我的那個2分鐘 所以總共加起來多少呢 因為他還要編輯程式碼 也是要時間的 所以總之就是 應該是 10分鐘內 10分鐘內 那個數值就會大幅提升 那當然就比 那個什麼 就比那個 舊的硬體搭配ATOS 來的表現來的好 那當然那個這家公司就很神奇 所以就堅持要聘我當顧問 然後我就知道免為其然的收下那個顧問費 好 但是 過程中 各位知道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這當然這個 這種故事就聽聽就好 但是 過程中的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 這家公司的工程師很努力的 把原本的程式碼搬到Linux上 因為他們看得出來 新的硬體很可能能夠用的 做一種的那幾套 然後再次很多ATOS 它很貴 它授權金越來越貴 所以 不管是從 預算的考量 不管是從 硬體資源的這個 使用率的考量 用Linux這一個選擇 注意到Linux永遠都不是最好的選擇 最好的選擇 是不存在的 其實就是要看的嘛 要看你適不適合而已 所以我們在過程中的 其實有趣的地方是 這些工程師其實他很努力的 那家公司的工程師很努力的 然後也找到像我這種外部資源來幫忙 可是麻煩的地方是 它卻忽略了 其實在很多核心的運作 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像那種 基地台 或是電線領域來講 它會 會有些東西就是這種 Time Slice 它的示意是像 你不要套我的名字 不能講 然後就是說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像通訊領域 常會有這種東西 對不對 你看到橫走是時間走 然後呢這個 這個 你會看到它有 服務一 服務二三 四 對不對 就一直要做一二三十 所以這邊來講 它就有一個要求 比如說像我當時就要求說 我做了很多事 那必須要在一米 Second內做完 那所以就做很多事 所以像剛剛來講的話 如果做這種測試 做這種Micro Benchmark 做這些測試 如果這個總共的時間 太長的話會遇到什麼事 就可能超時嘛 所以某個區域 比方說你就想想說 一加二加三加一加怎麼樣 就比這個一般來講 比這個還大 比方說跑到這邊來 這就是這樣子嘛 超時這個東西 就不是我們要的 好 所以要注意到就是說呢 這過程中 就很多東西可以思考 我們要去思考什麼呢 我們要去思考 比方說像中斷的處理 我們要去思考說像這個 比方說它在多核處理器上 我們要去思考說 多核在排層 是會有成本 像我剛才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用這個 你可以在自己頂上 Testset可以用 然後除了這裡外的話就是 排層的策略本身也是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像那種C Group Ctrl Group這種東西 它就在手機上就用很多 不只手機 那個Server上也用很多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 我們在意地方是整體的時間 我們在意地方是如何 有效的去運用資源 好 那所以像我剛才舉那個例子 那當然是一個 就是 你懂嗎 這個一個 一個 阿宅的故事 但是就是說 這個東西拿來說嘴也是沒什麼意思的 我不是說那個公司不認真 而是說 很多時候焦點很重要 就是你看 多做一點 多花十分鐘 這個是差很多的事情 好 好 可是 難的地方是什麼 往往呢 你在Stack Offroad 或是在很多地方 Google搜尋可以找到很多結果 往往找到的結果 往往都是這樣 因為找出方向 像那家公司的工程師 不只那家公司 應該很多人都會這樣 欸 黃老師可不可以問一下 我們要查什麼關鍵字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關鍵字 很多時候是 你有沒有搞清楚 你現在面臨的難題在哪裡 好 所以剛剛那個 那個機器台內置 為什麼我不去看中斷 這當然簡單 因為 以我對LTE 以我對這些 呃 這些有什麼 3GPP那相關的這個 規範來做 好 我知道呢 他目前做的這個model 因為我去之前有通過電話 我大概知道他還在做modeling 所以 絕大多數是運算為主 所以呢我就知道 運算為主的事情 我暫時不用去想什麼中斷 而且 他的 Linux的這個potting 剛開始做 所以 不可能用這個 很神奇的API 所以我可以先假設 欸 他就是先把運算的功能搬過去 好 那 但是呢 過程中呢 要思考的地方是 欸我如何充分去使用這些資源 所以你可以去 設想那一段情境 去講那一件事 就我今天有什麼 我今天有64顆 好 我該如何去切割這個任務 所以你可能知道我有什麼 我有資金序 所以你可以通過 pages play 通過piece play去寫 但是很多時候呢 你把這個程式呢 一個資金序 拆成64個資金序 很多時候不會快 好 很慘的地方是遇到 三個和尚 沒水克的狀況 那像我剛剛提到 那家公司就遇到這種 其實我後來給他一些建議 就是把資金序數量降低 會變快 那你知道 某一個對我有敵意 其實也可能不是對我啦 就是對Linux的敵意 還是 那種一臉要騙笑欸 那我就說 可不可以再給我十分鐘 我再給給你看 你知道當然全公司的人 就是看笑話的 看待 就是那種 所以我那時候只是跟他說 不要再套話了 這個 不能問 好 所以就是說 像那個狀況有趣 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很容易忽略 中間都是有成本的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 好 那在之前呢 我們要講什麼事情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講這些 Multitasking 它是一個概念 注意到 Multitasking一直都是概念 至於你要怎麼實作 你有很多機制去達成 然後你甚至可以再 沒有 不要再問八卦 這個 拿了人家顧問費 就會要閉嘴 好 那我們講這個Multitasking 其實呢 沒有做一種 也可以做到Multitasking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就像Go Earlane 它語言層次就考慮到什麼 就會考慮到這種 這種執行單元 那像Java也有 Java有個東西叫 殺鳥 叫 GreenThread 就沒查了 讓我想一下 對 就這樣 GreenThread 這是什麼鬼的 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Java在很早期的版本 就有支援執行序的 就是 我看一下 Java 這個 就是說Java在1.1 就是Java1.1 或者更早之前 基本上就有支援什麼 支援這個執行序 可是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Java的執行環境 Java可以在哪裡執行 它可以在Linux上執行 可以在Windows上執行 它可以在Servis上執行 它也可以在硬體上執行 甚至在DOS上面執行 不要懷疑要去查一下 是有的 所以呢 Java的虛擬機器 要在那麼多不同的環境執行 可是有些環境 它根本就沒有執行序的概念 對不對 像Java執行在硬體上 Java是可以執行在硬體上的 有個東西叫JOP 叫做Java FPGA 它是一個Java處理器 所以你看 有些環境根本就沒有作業系統 那我要該怎麼讓它執行 Java的Thread 因為這是Java1.1的支援的標準 支援的功能 所以變成說我們需要一個方式 我們稱為這個技巧 叫Green Thread 就是說我在作業系統本身 沒有提供資金序 或是我不依賴作業系統本身的 資金序的功能前提下 我去實做出什麼 多資金序 當然這個最簡單的資金方法 就是像剛剛講的Coloutine的方式去切換 這個是一個技巧 然後 對 那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們現在講這些排程之前 不要急著去看排程器 我們要先搞懂我們面對的議題在哪裡 好 那這個Multitasking基本上分兩種 一個叫做 Cooperative Multitasking 然後一個叫Pre-Anti-Multitasking 那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它的對應的翻譯 這個中文翻譯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 這個 第一個我們稱為叫做協同式多工 注意到這個詞呢 27年前就已經在翻譯了 然後對岸會有些翻譯 但是請你尊重我們台灣的這個 典型翻譯 然後叫協同式多工 27年前就有了 那這個東西呢 注意到 協同式多工呢 它 往往是不需要作業系統的資源 就可以做得到 但是 如果你要做到Pre-Anti-Multitasking Pre-Anti-Multitasking 那往往需要作業系統的協助 所以注意到 那麼再去看 然後 這邊來講的話 因為像這個 這個協同式多工呢 它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 就想要說 什麼呢 就是 要 比方說你今天要去喝水 對不對 去裝水 這個裝水呢 你能說策略對不對 策略是 像有些人就會帶著什麼 帶著一個很大的一個水壺 就是 它就帶一個 比這個東西還大的水壺 然後幹嘛 就是我常常在吸管就看到 帶著 然後開始裝 一裝就把它裝滿 然後我在後面等 說 你一天真的有喝那麼多水嗎 你可不可以需要的時候再去喝對不對 但是不好意思講 這就是什麼 對不對 就是說你看到 它這個就是 它就是一口去把它裝完 那反過來有些人的裝法 像我這樣 就是我需要的時候去裝下 不需要的時候 我就放著 那 所以 我不需要的時候就把 把我的 執行權 對我硬體的控制權 就把它讓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基本的方法 所以為什麼 我們說這個協同式多工 是不需要做一些什麼的支持 資源 也可以做得到 就是 就是自願去弄出來就可以 當然 當然你有作業系統更簡單 就是一個process 一個thread 把它弄出來 那 pre-ante-schedule的話 難在哪裡呢 為什麼往往它需要作業系統的支援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需要在一個指定的時間內 去怎樣 去讓一個目前的 的任務 切換掉 切換 切換出去 所以它的這個content switch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強制的 所以注意到 我需要一個強制的content switch 這個東西就不是 單純的 這個沒有作業系統的環境下 就很難做了 不是完全不能 要做就很困難 就是可能要透過一些很複雜的 一個intra handle 才做得出來 我有一個研究就是做類似的 就是說 我們當時想要 我們大概三年前 想要做一個研究 就是有沒有辦法做到一個 最低content switch 的一個作業系統 所以我們那時候 花了很大心思去調整 我們最後的結論就是 就是不要寫作業系統 但是我們把作業系統 關鍵的功能做在哪裡 做在一個intra handle裡面 所以就想說 我每隔一段時間 time of interval 會發生 time of interval 會發生 time of interval 會發生的時候 我就做排程 做一些很經典的作業系統 什麼mutex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一個 簡化版的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它的目標 它存在目標 就是一個 最低的content switch的時間 所以我們做到 當時最好的成績 就是在這個 on的等級的硬體 做到 做到 9個nanosecond的切換 不過這樣的作業系統 基本上也很難用 所以我們後來 就沒有辦法發表 所以扣掉那種特殊的情況下 多數其實你還是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 一個 完整功能的作業系統 去做這種 強制去切換 強制做這個content switch 那 那你說 pre-entered schedule 到底有什麼問題 它其實 它會帶來更大的負擔 而且它對系統的 複雜度是有很大的衝擊 這個我們 之後我們在講 流湯的時候 大家會體會更多 那我們來試試看 就是說我們什麼時候 可以搶佔一個 任務的執行 那這個東西當然取決於 我們今天schedule 要去定義 什麼叫做重要 什麼叫做下一個 該執行的任務 所以比方說以優先權來說 如果我們認為說 重要的優先權 就是高優先權任務 我們當然要講 搶佔低優先權任務 這是最基本的策略 好 但是我們講的 並不是說 要挑哪個任務 我們是說 什麼場合 這些東西很有趣的 什麼場合呢 在我們系統呼叫前 呼叫系統呼叫前 是什麼 就是user program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 系統呼叫的過程中 就是說你做一些系統呼叫 比如說有些系統呼叫 可能比較耗時 比如這個 episync 它是一個系統呼叫 它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 為了要加快這些disc處理 就是我們很多典型的 那個磁碟都是很慢 對不對 早期的那個軟碟片啊 硬碟啊 都是很慢 那當然我們現在有ssc 快很多 但是就是說 早期呢 這些軟碟 硬碟都很慢的時候 這些作業系統怎麼做呢 有一個很簡單技巧 軟碟慢 硬碟慢怎麼辦 我就用rate 可是rate很小 所以怎麼辦呢 就是說我的rate 就是做buffer引用 所以它三不十要幹嘛 要跟硬碟同步 那可是呢 隨著這個機體越來越大 所以我可以buff的東西 越來越多 所以我整體的throughput 再回想一下 什麼叫throughput 就是在單位時間內 能夠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的rate 越多 所以你可以做 作為這個storage的buffer 就越大 所以我就可以頻繁地讀寫 讀寫 因為我不是真的寫到什麼 storage 我是寫到rate裡面 所以它很快 可是呢就是有個狀況 什麼狀況 就是你的buffer很大 所以呢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當我強制 就比方說我接著要斷電 或是接著我要準備關機 或者說我擔心 有些資料就是沒有寫回到storage 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呼叫這個系統呼叫 叫fsync 它強制要求是吧 強制要求是說 直接放在rate裡面 放在buffer裡面的東西 強制寫回去到storage 那這時候呢就有個很大問題 就是它這個東西呢 它對應到一個系統呼叫 可是這個系統呼叫 要執行多久 有時候是1秒 有時候是很快 有時候又很長 可能很久 有時候可能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storage divine driver可能會失敗 或者divine driver可能沒寫錯 但是底層的硬體裝飾 失敗 那像這樣的東西呢 就很有趣啊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設計得當的話呢 像fsync這樣的 我有機會怎樣 我可以把它搶佔 就是說它寫了一半 我就搶佔 然後去做更關鍵任務 然後再回來做這個 剛才那個讀寫操作 那注意到 事實上呢 不是每一個系統呼叫 都可以讓你搶佔 它有些 它有另外的狀況 然後再來是 當我系統呼叫做完 做完要幹嘛 做完就要回到user space 所以我這時候呢可以幹嘛 我可以重新排程 好 那中段呢 中段處理裡面呢 有一個很特別 在我們Linus核心設計 Linus核心設計這個講座呢 我們也有講到這個中段處理 然後呢 在中段處理之後 我們也排一個專門在講time timeintra是一個非常特別 像我剛才提到的 我們之前開發過一個號稱 號稱史上最低context 最低的context switch的這個作業系統 號稱 好 那當時我們就做了什麼事 就是把這一種功能 簡化又簡化 然後放在什麼 timeintra 這個timeintra 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做到 比方說我們思考一件事 一個long robin 以long robin來說的話呢 long robin 它跟優先權是無關的 long robin這個排程演算法 只在於什麼 只在於時間 就是說 它跟優先權無關 它只在於 我設定一個 比方說我設定一個timestice 我設定成10個mini second 所以也就是說 假設我系統有兩個任務 那我這兩個任務 就每10mini second 就要切換 所以我這兩個任務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這個設定這個 如果你的排程策略是long robin 所以我就是每10 而且我設定的timestice 就是每 不是10 是100 100mini second 那我這個每100mini second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設定成什麼 設定成這個 long robin 設定成這個preemptive scheduling的話呢 那我就要去切 所以這樣我才確保 這個timestice可以達到 否則如果說你這個 你沒辦法強制去搶戰的話呢 那當然 達不到我們期待的這個 期待這個時間間隔 好 那Linus來講的話呢 有一些術語 這值得去看一下 那注意到Linus的術語 其實也不是那麼一致 所以這個 我們在之後看原始程式碼的時候 會提醒大家 哪裡要稍微調一下 那不過這裡有幾個東西是 發展了20多年沒什麼變的 比方說這個東西叫Admin Strong 在Linus來講 Admin是什麼 Admin就是 記憶體管理 Memory Management 那Linus的 Memory Management 管的東西可多了 不是只是 像這個 虛擬記憶體轉換成 Physical Memory 這種操作 不是那麼單純 包含說 H-space 包含說必要的 這個權限的 包含說 你要去配置記憶體 你要去追蹤 像這個 K-Meloq V-Meloq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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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體上連續的 還是虛擬記憶體上連續的 註冊成這樣 一大堆 這東西就是Admin Strong 再來是 有個東西叫Task 還記得前面講過 Linus的一個神奇一樣的資料結構 對 叫做 TestStruck 對 TestStruck 這個超級神奇的一個資料結構 Task TestStruck裡面的Task 到底是什麼呢 它是說 在Kernel裡面的Thread 注意到 這個這個這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 Linus Kernel 這個最初的設計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單執行序的一個設計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 User Space 不管是執行了一個process 一個 或者好幾個Thread 不管它做什麼東西 其實對Kernel來講 它就是什麼 它創造出一個環境出來 你就可以思考一件事就是說 Linus Kernel是什麼 Linus Kernel就像一個這樣的一個杯子 它裡面可以放一些容器 所以很多的城市 但是這個城市到底怎麼運作 這個城市怎麼被排成 這些資源到底怎麼 這些想做的城市 跟實體的資源到底怎麼 建立關聯 這個就是一個Mapping的關係 就是剛才講 數學函數的Mapping關係 然後這個Task 在Kernel裡面Task 這個好玩 就是說Kernel裡面來講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單工的東西 但是在這裡面 的確還是有些細緻的執行單元 所以我們稱為 一個叫做Thread 就是這個Kernel Thread 然後這個Kernel Thread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事實上它的全部執行 都只是在Kernel address space 注意到 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很無聊 但是它很關鍵 再講一次 我們以前講的Process User space 這些Process 然後連同裡面包含的 那些什麼 那些Thread 我們前面不是說 講的那個Linux Thread 這種特別的一個機制 以前都是什麼 都是已經有一個 配置過的一個Address space 所以Process跟Process之間切換 沒有意外的話是怎樣 是Address space跟Address space之間的一個切換 那可是Kernel Thread 是一個很特別的機制 Kernel Thread 既然它執行在Kernel space 所以它跟User space是沒有關聯的 這個很好猜 但是真是哪地方在哪裏 這句話 這句話超神奇的 這句話很經典 就是說 我們MN可以幫我們去配置空間 MN可以去幫我們做必要的對應 就是Virtual跟Physical之間的對應 可是Kernel Thread它到底執行在哪裡 它其實是 它借用的那個空間是跟前一個Task有關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我在Kernel面有好多個Task 但是它的定值空間其實是這樣 是借用前面的 我們與其說共用不如說是借用 注意到為什麼我們講借用 這是有梗的 這時候我們就要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VFolk 這個VFolk它跟Folk很像 你看喔 再看一下 Folk怎麼講 Folk是create a child process 那VFolk怎麼講 create a child process 對 看起來是一樣對不對 重點是後面那句話 and a block parent 就是說 我建立一個 child process 那這個 process 台灣叫翻譯者是吧 形成 對岸翻譯者是進成 那所以對岸就要講很酷的詞 叫什麼 紫進成 建立一個紫進成 讓小熊維尼過得很開心 好 你看喔 除了要建立紫進成 我們還要幹嘛 還要把什麼 要把人民大會擋住 這樣子 那個習近平才能夠稱帝 那所以你看呢 這個VFolk很好玩 它就是什麼 它block parent 所以 我的parent 我的人民 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把人民block住 所以你看 這個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先 通過VFolk 建立出來的child process 它其實 是 糾戰雀草 它 佔用它老爸老媽的空間 所以 建立出 人民建立出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佔用人民的空間 人民的資源 但是不讓人民 做該他們想做的事 就是VFolk 那你說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來思考一下 為什麼要發展這樣的東西 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那當初為什麼要發展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的提出 這個機制的提出呢 主要是為了節省資源 這是第一個 接著資源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說呢 某些情況下是很在意效能的 因為我們空間是共用的 不是 借用的 注意到 借用跟共用是差別的 在講說 你看這個是什麼 child建立了 然後把 把什麼他的老爸老媽 block住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借用 這個叫借用 因為我把原本的屋主趕走了 那共用是什麼 共用是說 大家同一個屋簷下 比方說你跟房東一起住 聽起來怪怪的 你房東住樓下 你住樓上 但是我們共用什麼 同一個建築物 這個叫做共用 但是借用是什麼 是把對方趕走 那 可是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注意到 這個好處在於什麼 因為呢 我就是把對方趕走 所以從頭到尾 我只要知道 原本的屋主 趕去哪裡就好 我不用管他幹什麼事 因為他不會動 在講一次 因為原本這個派遣是不會動的 所以你不用做什麼神奇的事 因為他根本不會動 所以不用管什麼同步不同步 什麼資源共享什麼鬼的 不用去想這個問題 所以他在什麼呢 在這種很在意效能的時候 是很有用的 那在大約在2006年的時候 Sansom發展一篇 發表一篇論文 那篇論文 我忘記他標題 我要跟他查一下 就是說 他在講說 如何讓Linux 執行在Sansom的硬體上 當然你也知道 Sansom寫他的論文 就是講說他的硬體好棒棒 他的手機好棒棒 那他在那邊論文 有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他裡面 他就講到說 他使用到VFolk 來做什麼事 因為 你為什麼要用Linux 就是Linux上有很多很棒的東西 Linux上有很強的網頁瀏覽器 Linux上有很強的網頁伺服器 Linux上有很 不能說強 很多元 至少或者免費的 人機介面 諸如此類 那可是 Sansom看到Linux的好處 但是也發現Linux的壞處 就是當時要注意到 我們剛才講的2006年 2006年的時候 當時Linux的Countest Switch 成本還是很高的 多高呢 他有可能會用到 100多個 大約有可能會用到 不是100多 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400多個Microsecond 再講一次 你看到 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之前有發展一個 號稱 最低Countest Switch的作業系統 9個Nelosecond 但是你看 在某些情況下 Linux的Countest Switch 它的成本 有可能這樣 是400多個Microsecond 400多Microsecond 跟9Nelosecond 你要知道這個東西 落差有多大 超過三個數量級 然後 那所以呢 Sansom為了這個事情 就有很大的困擾 因為這個東西對那個 人機介面啊 或是對一些功耗 會有些影響 畢竟這帶來 額外的開銷 所以Sansom做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把Folk都全部丟掉 所以他把Folk換成VFolk 那當然這個東西 在手機上是還算合理的 因為畢竟手機來講 在多數的情況下 就是前景有個程式 所以你看到很好玩 就是說 你就思考一件事 當你打開畫面 執行什麼程式的時候 那新的程式 就把舊的程式這樣 趕走 就是糾戰雀草 這樣放進去執行 那回到這個例子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Kernelspray 也是像這個東西 就是它糾戰雀草 佔了什麼草 就是之前那個 那你說之前的 有沒有什麼釋放不釋放 不管 那它就配置了 那你新的東西就用 那不夠用怎樣 我再重新配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那這個概念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後面會混雜很多詞 什麼詞呢 Task Thread Rosses 這時候你頭很痛 所以再講一次 我們今天講的Task 是什麼 是Kernel裡面那個Thread 我們稱為Task 所以它是 它是Kernel裡面的一個 一個什麼 微小的一個執行單元 你甚至可以把它當作整個 裡面是一個最小的一個單元 都不為過 它是一個最小的一個單元 所以我們稱為Task 但是這時候呢 是在排程的時候的數語 但是如果說你去看另外一個詞彙 不要說你去看那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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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Group C Group討厭的地方是什麼呢 C Group討厭的地方是 它裡面也有Task 這個東西 這個實在是討厭 我記得那時候在讀的時候 真的是快哭了 這個你看 它這邊講的是什麼 它叫做C Group 它叫做全名叫做Ctrl Group 它提供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可能嗎 可以去 可以把一堆任務 聚合起來 也可以去切割 那可是這邊講的Task 注意到 這邊講的Task 就是高階的 所以高階是什麼 就是像這個 Process Linux 或是像Thread 這些高階的觀念去看 所以注意到了 這個是在 不只Linux 應該說很多作業系統都很討厭 就是把這個 因為開發的人是不同組的 這東西是吧 這邊講的是排程的 這邊講的是Ctrl Thread 那C Group是另外的人 那有一部分的 C Group有很重要的貢獻者是Google 好 那所以再講一次 今天有三個詞 有Task 有Thread 有Process 所以其實不要搞錯那個 它其實不是從屬關係 而是要看它在什麼情境 比方說像C Group 講Task 就是講Process Thread的集合體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講排程的時候 注意看 今天排程的時候它就是一個 最小最小的資金單元 叫做Task 好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我們在這麼多的這個小的這個單元 它可以這樣 可以對應到同一個什麼 同一個 Edge Space 好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實做出什麼 實做出這個 Marchive Threading 那剛才有人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來看一下 問到這個差別 這個問題還不錯 就是說這個call routine 跟Thread的差別 call routine 一般來說就是說 我們在實做面 可以不用 可以跟追尋無關 就是 call routine 最簡單的實做方式 比方說 你可以用那個 Stay Jump Non Jump Stay Jump Non Jump 就是 唉唷 來自戰鬥民族 我現在看一下 看一下 這東西很多啦 所以這個 非常多 廣告廣告也很多 好 好 比方說你看 這段程式的 這段程式的就是 它底下有什麼 Stay Jump Non Jump SD Io SD Lib 然後 這邊顯然呢 你是沒有看到任何什麼 任何 任何 每次都出一點都廣告 但是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欸 我們來看看它的範例程式碼 它的範例程式碼呢 就是 比方說它有什麼 Switch 2 就是它可以在什麼 好多個指令單元裡面切換 它的名字叫Fiber 這Fiber本質上 它就是一個call routine 所以你看 我今天在這些Fiber跟Fiber之間切換 的時候 我不用去管什麼process 我不用管這個thread 為什麼 因為呢 它裡面用到一個小技巧 就是什麼 用到這個Stay Jump 好 那大家知道就是說 Stay Jump和Long Jump 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 我先在某個地方標注什麼 我先在某個地方標注到 標注我想要執行的地方 所以標注這是我想執行的地方 然後呢 那我之後呢 再用Long Jump 就可以跳到什麼 在適當的時候呢 可以跳到 我們原本設定的Long Jump 我可以 我呼叫Long Jump 就可以跳到什麼 跳到之前Stay Jump的地方 所以你會思考一件事 假設這個是Stay Jump Long Jump在這邊 所以我每做完一小個單位 那我就自願的去呼叫什麼 Long Jump 然後跳回來 跳回來的時候 就跳出下一個什麼 下一個Fiber 下一個Routine去做 所以呢 CallRoutine它一定是一個什麼 它一定是一個協同式的多工 因為它是要自願的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是沒辦法 在目前這個看到程式碼 是沒辦法實現出 搶戰式多工的 因為搶戰式多工 是要把目前的context 強制的做context switch 那協同式多工 或是說像CallRoutine 它也有context 因為沒有context的時候 你切來切去的時候 怎樣 那個狀態是不一致的 所以它也有context 但是它的context switch是怎樣 是自願去做的 所以注意到 這個就是一個觀念 所以我們今天講CallRoutine也好 講Fiber也好 基本上講同一個詞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在Microsoft的Windows 你可以在一個thread裡面 裝好多個Fiber 其實就是這樣切來切去 好 好 然後 繼續看下去 然後再來是一個Quinton 那這個Quinton呢 是 它的意思就是那個tenth dice 但是很麻煩的地方是 Linux kernel在這方面用語 有點亂 也許你如果有找到一些用語 很亂的地方 也可以提交一些patch 偶爾會接收這種東西 好 然後 所以呢 這邊我們就是講了 要探討說 這個第一個來看 排程的這個什麼 排程的目的 目的是什麼 那排程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叫做Fairness 這個Fairness 很尷尬 因為其實中文跟英文的fair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查字典 Dictionary 你知道中文反正都濫用 就反正都濫用 就反正都濫用 就是反正都濫用 反正都濫用 為什麼一直找不到我的字典 Dictionary 我打錯字了 Dictionary 就是在那個 你查這個東西 一定要去查那個陰陰字典 就是來查一下這個陰陰字典 我們中文所謂的公平 其實是很糟糕的一個觀念 因為說真的 你想想看你什麼時候會講公平 那不就是考試還是珍糖果 什麼考試要公平 我們是搶奪資源的時候才講公平 但是你如果去看那個 English English Dictionary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怎麼行 你看到 Fair這個詞 它其實是有很多意思的 你看它裡面這個詞 其實比方說這個 你看如果說 你以前對那個 你對這個詞的認知 它是涉及到什麼 競爭啊 然後什麼資源分配 然後我講的公平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不是啊對不對 這句話來講的話 不是這個啊對不對 就是 它投球對不對 它是 它就這種筆直的 平順的這樣投 所以它就是Fair 所以注意到 我們先講這個Fair 在Fair 因為在英語上 它的意思是很多的 可是對不起 在台灣 或者說在華人教育來講 Fair就是公平 公平就是我有去競爭 所以再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今天講的Fair 它其實意思是很多的 請你慢慢把它拿看完 它意思有很多 當然有包含說 我們剛才講的 有競爭關係的 但是也有這種 這種例子的 然後在CFS裡面 它其實它的那個概念 是兩個都有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這個公平 這個東西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講的不只是一個競爭 而是說 我今天這個分配 本質上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很自然的一個分享 一個分配 那它不見得需要 一定要去競爭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那個 台灣講的公平 就是要考試 又是要吃糖果 什麼豬吃 就是你死我活 公平 但是呢 今天講的這個Fair 很多時候也有那什麼 有那種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它創造一個什麼 它創造一個機制 就是說 我今天有很多任務要執行 然後呢 我想做的是很多 但是我真的能夠用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建立了一個關係 這個關係呢 讓我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一個合理的一個分配 所以我今天就不是只是說 我今天你看到像 像那個Long Robin 它每 它是每到一個Time Size去切 去強制去切 如果你是 Pre-End of Schedule的話 那你去思考 這樣的東西難道就公平嗎 你看 你可以思考一下 我今天有兩個任務 一個叫A 一個叫B 那我每個100個mini second 我就切 那可是你沒有考慮到A跟B的特性 A跟B可能其中有一個東西 寫IO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像讀寫Disk IO這種東西 它如果做到一半放棄 它再回復的成本是很大的 所以你看 如果其中有一個任務 它就是把資料寫到硬碟 那因為它做到一半就要放棄 所以它就要通知印尼說 這次的東西不孝 那它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才跟印尼說 我要重新出屎話 那好不容易出屎話之後 你在幹嘛 又會說 不好意思 我的Time Queen到了 我的Time Size到了 我又要放棄 那另外一個任務 假設它做的東西 就復回圈很無聊 沒事幹 一直go to go的復回圈 那它其實說真的 它被切幾次其實不重要 對不對 它在計算Fibonacci 對不對 因為資料要丟到月球之前 要做 丟到月球表面之前 月球表面之前要做很多事 所以在做這個運算 但是運算說真的 它被打斷再切回來其實還好 所以你看 我們今天講這個CFS 其實它就有考慮這種狀況 什麼狀況呢 就是IO很繁重的 或是什麼呢 使用者界面的 或是說 不是那麼在意使用者界面 不是那麼在意這些Disk IO的 所以我們今天講這個Fail 它其實不是講這什麼 我們講的是Fail Share 就是它不只是公平 而且是自然的 只是可以創造一個什麼 合理的一個分配 所以注意到 你可以把它認知成公平 但是因為台灣的公平 太狹義了 就跟你講那個交易 台灣講交易的 哎呦 這個詞 尤其是男老師跟女學生交易 哎呦 對不對 很糟糕 但是其實 什麼是交易 英文叫什麼 叫Transaction 這個Transaction其實它很中性的詞 但是到台灣 就會把它講得難聽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帶有偏見去看待事情 所以注意到 這是說文解釋這一點很重要 好 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還考慮到另外一個東西 叫Real Time Dayline 這個剛剛解釋過 就是說 在某些操作來講的話 它如果可以符合指定的時間要求 那它是很有價值 很有意思的 反之它如果超過時間 什麼叫超過時間才完成 就像你考試嘛 你超過時間才把那個東西作答 說哎呦我讀過我想得起來 但是收完考卷的時候才想到 哎呦才想得出來 這就沒意思了 那在電腦裡面呢 更多動作是跟有關的 所以像IO 其實有些IO它是需要在指定時間內完成 否則它沒有意義 或者通訊 像那個 像手機跟基地台 它就有規定 比方說1ms 我要完成多少事情 所以如果手機呢 沒辦法在1ms 能完成特定的事情 那個東西是失效的 那怎麼辦呢 對不起 重來 然後再來是 這過程中 因為講到IO它就是社交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麻煩 就拉鋸站 就是這個Litency 跟ZooPro拉鋸站 我們休息一下 好 所以有個同學問到一個 有趣的問題 這裡 就是說 講到一個東西叫Sequential 然後講到Concurrent 這個東西其實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視角 視角 就是說 我以前學習的時候也常常遇到這種問題 常常會有這種疑慮 但是 連問都不知道怎麼問 因為以前沒有電腦網路可以用 所以 不知道怎麼Google搜尋 對 以前Google也沒有 那這個問題比較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在於說 很多時候呢 我們去看待這種微觀的東西 不管是CodeRoutine Threader Process也好 它都很微小 就是時間都短 我們剛剛講就是 就算100個Min Seconds 就怎樣 其實沒有感覺的 人的眼睛 雜眼是多快 0.2秒 這個都還不到你的雜眼的時間 可是這個 不到你雜眼的時間 其實做得非常多事 那所以麻煩的地方是說呢 你 學習作業系統的時候 往往是看一堆圖片 看一堆 那種 名詞解釋 對不對 尤其是考過研究所的同學都知道 對不對 一定要被考五題 然後 但是就是 你去學的東西 其實說真的 連概念都算不上 因為 如果你真的了解概念的話 你是可以講得出這些 概念跟名詞跟名詞之間的觀點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疑問呢 其實就是說 因為視角不同 因為你沒辦法一開始就是用微觀的視角去看 就像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真的寫一個作業系統 它的coli-switch的時間是9個nail second 聽起來好神奇 那 那下一個問題 請問你怎麼測量 你有怎麼測nail second 對不對 你說我多跑幾次 那 那問題還多跑幾次 我怎麼知道中間有沒有參差別的東西進來 那回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問題有問到一個 蠻有趣的東西 就是我們來試試看一個 我們來看一個 我需要畫個圖 好 不要說 我們先講 concurrent這個詞 這個問題很好 concurrent concurrent這個詞 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講concurrent的時候 是講什麼呢 它是講說我一個給定的資源裡面可以做很多事交錯 所以比方說我這邊來講話 比方說我看core0 就是編號0這個核 那注意到不能講核心 因為核心講的是kernel 所以我們講core的時候要把它翻進核 然後我們看編號0的這個核 這個核其實它可以做很多事交錯的做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這個東西叫做concurrent 所以注意到concurrent是一個很廣義的一個詞 然後它有一個變種的詞叫做什麼 叫做pareversion 就是平行 平行講說 我有好幾個等值的硬體 等值的這個執行環境 然後我在同個時間做相似的事情 比方說我在同個時間都去什麼 更新你的螢幕 同個時間去做這個什麼數學運算 我在同個時間做一件事 但是我在等價硬體上去做 但是我們講concurrent呢 就是剛剛講那個pareversion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superset 就是說concurrent特化之後 它可以變成pareversion平行 但是這個concurrent其實它最主要講 是說我在一個給定的資源上 就是幹嘛去做這個任務的交錯 那你看喔 你顯然看到一個畫面中 有一件事有點怪 哪裡怪呢 你看編號0的核 1 2 3 看起來他們做的事情 都不太一樣對吧 你看喔 就是說我這邊有native 然後java thread 然後這邊有java thread 然後這邊有兩個native java thread 這邊有兩個java thread 所以其實我在這四個core 都有不同的事 但是他們在某個時間點 竟然發生一個神奇的事情 有沒有看到 某個時間點就這樣 這個時間點竟然幹嘛 就是進來呢 就 就是 你 你不要把它當時間點 應該說 在某個時間點 某個狀況 竟然有個什麼 竟然有個共享東西 這個東西叫java 那熟悉像java 或者類似的語言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說 這種程式語言會做一些garbage collection 再去回收 這些沒有reference到的資源 可是那個java thread java thread java thread 就是痊癒的 也就是說呢 我不管執行多少個java的thread 或者執行多少個 顧教多少API 那我在特定的時間 要回收的時候 我必須要通知我所有的指定單元 說 這 老子jvn要回收了 因為不回收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 jc的時間沒有在一個 一致的時間去做的話 會發現一個悲劇 什麼悲劇呢 就是 某個thread 他用 他參照到舊的東西 但是被jc回收掉 對不對 那接下來當然會crash 或者會長成悲劇的結果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要做一個javn 在一個多核的情況下 它就符合像剛才提到這個 提到什麼例子呢 提到這個例子 所以你看到 我們再回聊剛才這個圖 就是 比方說以這個例子來說 我cpu core1 編號1的core 那他做什麼事呢 他可能是交錯做某些事 所以我在本質上 我可以是sequential去做 可是呢 在我碰到jc之前 我的順序其實都是這樣 我自己程式可以去決定的 可是我一旦遇到jc了 我本來還可以做很多事 其實人家很會被擋住了 除非怎樣 jc真的做完了 我才可以繼續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以這個觀點來說的話 以concure的觀點來講的話 我會發現什麼是 我在整個 如果是用整體的觀點 一個是從cpu core的觀點 就是我其實做很多事 jc也是一種事 但是如果從整個系統 整個系統就是從core0123 包含著上面的作業系統的認知上 那我們剛才做什麼事 其實就是把運算資源重新分配 我為了要資料的一致 所以我在某個時間點 我就做jc 那當然jc不能做太頻繁 否則你就永遠都是這樣 永遠就是 大家在某個時間點都停下來 你再多核一樣 就是都是停下來 那反過來說 如果不再做jc的時候呢 我可以依據我自己的期待去排程 所以你可能是協同式多工 也可能是強戰式多工 這完全取決於說你要做多好 所以這邊示範的是一個 Liotine JVN 所以Liotine JVN就講出什麼 就講出他的這個 能不能在 能不能在 他指定的這個 dayline之前 完成特定的任務 所以以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好玩的地方在於說呢 其實也不是threadsconcure的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你看喔 我們以這個時間點好了 假如我看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以這個區域來講的話 好玩的地方是吧 這個區域 它標示成這個優先權 對不對 這個優先權 然後非常多 123 然後到32 我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我可以幹嘛 我可以 我的優先權相對高嘛 所以我可以去preend 其他的執行 可是呢 我在這個preend執行的時候呢 其實我沒有必要preend 其他可能 好再講一次 我們講preend 是講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在意的地方是說 重要的任務 什麼時候排到執行 好 那以這個Core1來講的話 它根本就沒有別的事 對不對 在集C之前根本沒有別的事 所以我優先權夠高 的時候呢 我就怎樣 我就排得到了 因為我這邊CPUCore 就是排進去執行 那反過來說 如果這個Core3在這裡 它優先權相對是比較低的 可是呢 我只要能夠綁定在什麼 綁住在這個Core3 我就可以執行得到 我只是要排還是不排 好 所以注意到 以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其實呢 我們就沒有理會說 像這個講這個sequential 還是不sequential 從頭上我們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在意的地方是 它這邊 它綁定的執行是什麼 那反過來說 如果1跟3 Core1跟3上面執行單元 它可以migrate 也就是說 我1執行到一半 我可以migrate到那邊 為了公平 那同理3也可以migrate過去 那就涉及到競爭 所以在競爭的狀況下 我們講sequential就有意義了 對不對 就是說我競爭就要幹嘛 就要做保護 就是說我能不能 我要競爭 或者我剛好很不幸的 就是跑在同一個河 那我肯定怎樣 肯定就是要 我搶戰了 搶戰之後呢 另外一邊就排不到執行 要嘛就是轉出去 要嘛就是這樣 就是等我重要的任務做完 再執行下一個 所以像剛才那個問題 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那個問題問不好 其實要畫一個 畫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圖 然後告訴我們場景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剛才提到什麼呢 提到說realtime realtime的這個怎麼 講的是dayline 然後再講latence跟thruple 基本上它就可以拉鋸戰 這東西不難懂 就是我的 我們 我們要在什麼情況下 能夠讓thruple越高 就是在單位時間內做越多事 可是呢 你要在單位時間做越多事呢 其實就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重要任務 沒辦法這樣 沒辦法被彰顯出來 就是你要想就是說 這個像什麼 墜密空間排列 就是大的小的方塊 都把它排得很緊密 好 所以把它塞塞塞很多 也就buff了一大堆 那可是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的是 要的是重要任務 一旦能夠排進去 就可以立刻執行 好 所以我就不可能很緊密的這樣排 你不可能 我一定怎樣 就排成去 重要的時候 趕快怎樣 趕快去趕快把它挑出來 好 然後立刻執行大家 好 那它會犧牲掉什麼 犧牲掉優先選低的任務 而且更重要的地方是 整體能夠做的時間 其實這樣 是變少了 因為我一天到晚要幹嘛 檢查有沒有更重要的任務 所以我執行 不是那麼重要的任務的時候呢 我執行到一半 檢查 檢查說 有沒有更重要的任務要做 好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對這個效能是很大的衝擊 有可能會帶有效能衝擊 像我以前做過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在 我也忘記什麼時候做的 應該是在2014年吧 我們在五年前做一個小實驗 這個實驗就是說 當時的realtime Linux上 當時的realtime Linux上 如果我們的主態是pre-end的RT 也就是說它可以幾乎在每個地方都可以發生 kernal pre-ent 那實驗會有多大影響呢 我們測量出來網路的那個 divide driver 大概performance 大概掉了一半 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衝擊 就是說 雖然我們允許 這個 每個地方 kernal每個地方 不管在user space kernal space 每個地方都可以怎樣 幾乎都可以發生 pre-enture 也就是說 優先權高的任務 都可以被搶佔低優先的任務執行 但是這個會影響到 像網路卡的這個 網路的效能 好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 是沒有完美的方案的 那其實就是要看什麼 要看你的這個情境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詞 會叫做Best Ever 這個詞很難 很難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什麼 什麼 什麼 反正有一大堆這種詞 然後注意到我們今天講這個Best Ever 其實Best Ever 其實Best Ever 簡單來說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折衷 就是說 它 講的東西 我們有些case是叫 就是 如果你去看一些reotime的 詞彙的 reotime的報告 你會看到它會影響這種東西 就是有兩個 就是我們稱為叫做Best Ever Delivery 就是 這個詞 跟那個 這個 它跟另外一個詞是顛倒的 就是叫Garanteed Delivery 就是Garanteed Delivery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的Dayline 我的做一件事 Dayline就是要 10個mini second 所以我不管怎麼做 我做任何操作 它就怎樣 就是10個mini second會完成 這叫做 這叫做 Garanteed Delivery 但是有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Best Ever 這Best Ever很好玩 Best Ever是說 它其實是 不能永遠都保證這件事 所以注意到它不是永遠都保證這件事 但是在多數的情況下 它可以達到這些指定的目標 所以就是說 你看Garanteed Delivery就是要100% 但是Best Ever Delivery 它可以是 比方說你設定在95% 或是99% 99.9% 看你的這個設計 所以我們講Best Ever Delivery 的時候都涉及到另外一個詞 像什麼 叫做 就是 QS 就是說我呢 我要去看說 我今天設定的這個服務品質 要是怎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種東西呢 在網路的情況就會發生 因為我剛剛講到 就是說 如果我要很低的延遲 但是呢 我要有很高的throop 往往它是拉鋸戰 再講知道 throop跟latency 它是拉鋸戰 可是呢 往往人們要的是什麼 延遲又要低 throop又要高 天啊 這不是拉鋸嗎 那怎麼做 可以 所以 在這樣的case下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很熟悉 那不就是你每天用網路嗎 延遲又要低 然後我承載的資訊量又很大 所以我們Best Ever 可以做什麼事呢 就是 我去找 我們找出說 我的Latinx最大的地方 號碑在哪裡 所以我就想辦法去消除那個部分 我沒有每個地方都消除 我就是經常消除大的部分 然後服務部來講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服務部最重要的就是 一個時間內到底可以做多少事 所以我儘管去什麼 去buffing 然後像這個TCP來講 你看這個TCP 它有個東西叫 Garantee Delivery 所以它其實它的這個設計呢 就很奇妙 就是什麼 就是 它其實是 它會去切割 所以它在某個角度講 它犧牲什麼 它犧牲什麼 但是在Best Ever Delivery來講話呢 就不是這樣做 就是 它就取一個什麼 取一個折衷 所以注意到 我們一般來講 這個Best Ever Delivery 就是講這個 講這個折衷 那所以呢 事實上呢 這個我們講排程也是這件事 那這個東西也是涉及到什麼 它的特質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需要了解 Links Kernel 如果你的任務本身很特別 像剛才講 我們做那個基地台啦 或者說 像我之前有做過那個 機器人來自動控制 那這個東西就變很關鍵 那這個東西就不是只是 換一個作業系統 就可以能夠解決 其實你要從 Divide Driver 你要從這些 Kernel的元件 然後到上層 你要怎麼去用這些API 那到一些檢測分析的 那接著講Counted Switch 那在講這個 你說 不是在那個 Linus核心設計裡面的 那個 Process那一篇 我們就講過這個部分 然後 所以我們可以快速帶一下 然後再來是呢 注意到 Contest Switch切換的時候 有些東西比較麻煩 一般來說 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 Contest 就是說你現在那些 register 或是一些 基本的狀態 可是有些狀況很奇特 就是比方說 浮點數 那事實上呢 像浮點數啦 或者說像這個MMS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SyncD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就這樣這個東西 SyncD 然後 這個東西呢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呢 它的這個寬度都會很寬 比方說 我們看 AVX好了 AVX呢 它最新的版本呢 有一個東西 AVX512 顧名思義就是什麼 顧名思義就是512個bits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很恐怖啦 就是說你看 就是 依據你的等級 對不對 就會越來越多不同的寬度 你有64位 遠的寬度 你有128位的寬度 你有256位的寬度 還有512位的寬度 所以如果呢 你每次 在做Contest Switch的時候呢 都要把這種SyncD 所用到的這個 用到的什麼 用到的這個 贊成器都把它保存下來 你是要保存一大堆 是不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往往呢 我們不會急著去切換這個Contest 所以我們去看 比方說 因為大部分程式 是用不到SyncD的 所以就是說 假設呢 我這個A 下一個來切換到B B下一個來切換到C 那C又切換到A 先記一下順序 是ABC ABC 好 那所以呢 但是 在這個情境來講 它的順序是ABC ABC這樣繞一圈嘛 對不對 那如果呢 從頭到尾只有A這個process 它有用到SyncD 那其他的這個process 都沒有用到SyncD 我需不需要在Contest Switch的時候 把SyncD 的贊成器拿來切換 要不要 不用 為什麼 因為只有A有用 B跟C都沒有用到SyncD的 的intrush 沒有用到這些贊成器 所以 用不到嘛 用不到我就不用切 那這樣的技巧呢 叫什麼 我們稱為叫做LazyFPU Contest Switch 那你可以Google搜尋一下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技巧 但是它有可能會帶來一些這個information leak 對 剛一開始我們有講到這個information leak 那其實這個東西也可能有 然後這個常見的技巧呢 它是很有用的 就是說呢 可以降低什麼 降低這個Contest Switch的延遲 否則 你看喔 我們 我們 新的CPU會新增一堆什麼 一堆新的功能 而且這個像這個SyncD 會越來越大 從64bit 128 256 512 一直衝上去 所以哪一天如果做出一個什麼EK 我都接受了 對不對 越來越複雜 但是呢 我們就有些技巧 所以注意到這個也是在Linus Kernel 你不能冒然去讀Kernel的Source Code 有很大的原因 因為你看了就會卡在裡面 這東西太恐怖了 好 那所以我們要排成的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說 之前做某些事 然後中間排成 那當然 這排成要看說它是自願排成 還是 強制的 強制的去 這個pre-entive的排成 那如果是你自願的就是 做到某件事 那就是自願不叫什麼 排成 然後排成就說 就變別人去執行 那等到哪一次呢 別人也執行完 回到我這邊 那強制的話就是什麼呢 就是比方說有Timer 觸發 你剛剛說像那個 Rone Robin的Case對不對 每個100ms 就切換任務 那就是強制的排成 那我們現在怎麼做這個切換呢 其實還要考慮到一個麻煩的問題 就是說我要保存這個狀態 這些context 那其實很大比例是這些 暫存器的狀態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 Lazy FPU 因為我們想要降低這個 中間的時間開銷 然後這些暫存器的狀態呢 其實保存在這個Stack 然後呢 這東西比較麻煩的地方是呢 你看到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往往往都是會看到 看Linscone的程式碼 往往都會看到一堆組合員 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安排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工具 就是像KGDB 或是類似的工具 去讓你追蹤它的中間變化 否則你光看程式碼是不可能看得懂 很難看得懂 因為你看到程式碼不見得會跑 對吧 不見得會編譯 就算編譯不見得會執行 就算執行它可能就抹一次 它不是每一次執行的那個版本 好 然後這邊有個例子 所以你看到又是可愛的組合員 對 所以你看到 這邊有兩個執行序 左邊編號叫1 右邊編號叫2 所以我們在講話 原本是什麼 原本是編號1的 然後我要幹嘛呢 我要切彎到變化2 所以注意到 站在這個時間點去看 站在第一個執行序來講 當我在執行的時候 這個1在執行的時候 2在幹嘛 2期就放在 它的內容就放在暫存器 所以注意到 這個暫存器的內容就放在什麼 放在Stack裡面 那同理 當我1在執行的時候 我這個暫存 就是我的Stack裡面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依據我自己的節奏 在做這些事 所以我當然可以去處理 一些什麼 一些什麼Stack的操作 可是當我要從1 切彎到2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當我從1要切彎到2的時候 我就要把什麼 就要把自己的狀態 把它保存下來 所以注意到 我要把自己的狀態 保存下來 然後再來什麼呢 注意到這個東西 第二道指令超級經典 這個EX呢 事先被什麼 被分配到某一個 就是 就是 我這個EX呢 這個東西關鍵是什麼 因為我一定要知道說 在哪邊 把原本 第二個執行序 它保存的空間 我一定要把這個東西 記錄下來 所以我在這邊來講話 我重新幹嘛 重新把我的這個ESP 就是我指向指標這個Pointer 這個StackPointer 我重新調一次 我重新調它的位置 然後呢 這時候 我把我這個 放在Stack裡面 內容還原回去 所以我這時候 就把原本 放在某個地方的東西 把它還原回去 所以我的占順性內容更新了 好 那就可以做到這樣切換 那注意到這段程式碼呢 跟你在Linus坑中看到的東西 有很大的落差 注意到這邊只是一個適應 你真的去看的時候 強力建議一定要去看一下 這個S864裡面的實作 跟這個東西有很大的落差 不過概念還是相似的 好 那在Linus坑中裡面呢 有一個Macro 叫做Switch2 注意到跟版本有關 所以有時候它會 Function的形式存在 有可能是Macro 然後呢 你拿到的SourceCode 就是說 尤其是 如果你是業界朋友 你拿到SourceCode 很可能都是加工過的 跟原本Linus坑中的實作 我們稱為叫Vanina Kernel Vanina Vanina Kernel就是講說 最原始最原本的那個Kernel 那為什麼它叫Vanina Kernel 你知道Vanina就是什麼 Vanina就是那個香草 你知道那個冰淇淋 預設就是香草口味 就是 香草不見得最好吃 但是就是說很多人可以接受的口味 那所以 我們講這種預設的 沒有做什麼變革的東西 就叫Vanina Vanina Kernel 好 那你要再來一件事就是說 在你拿到的那個 程式碼 比方說由聯發科提供的啦 也 經由Intel提供的啦 Quarkon提供的 那基本上這些公司 都會做一些加工 做一些調整 所以包含說Switch2 有可能會跟著改 比方說加一些 加一些什麼 Debugging information 加一些Tracking的機制 或者一些特別的一些加速 好 那總之就是說 在這個Schedule這個 這個這個 Function 那其實人就會發現說 它其實它也有部分 Switch2 它用一個Macro形式存在 然後這邊的Switch2 這個Macro就好玩 它這個Nest 就跟這個東西 是有關的 那 所以你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我們在那個 在第二個部分 會帶著大家去看這個 相關程式碼 不會變慌張 好 那既然要看程式碼 我們就之後再看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低階的部分 低階的部分 就很討厭 就是說其實人家 考慮到這個 排程 排程 有些排程真的是很簡單 比方說 Rong Robin Scheduling 對不對 就是很簡單 就是時間到 就換下一個 這個東西是最單純的 那這個東西要實做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說你自己要開發一套作業系統 而且它只支援Rong Robin Scheduling 很簡單 它只要做什麼事 它只要做什麼事 Timer的Handler裡面 就Timer的這個 Timer的ExcessionHandler裡面 執行 挑選下一個任務就可以 它是很簡單的一個實作機制 如果說你有看過 以前有做一個東西叫 Mini Unwaste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作業系統 你注意看到Mini Unwaste的說明 它說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pre-entive scheduling 然後它的pre-entive scheduling 它支援什麼 就是支援Rong Robin Rong Robin真的是太好做了 給大家欣賞一下程式版 它長什麼樣 06 反正你就記住一個件事 就是什麼 時間到就切 所以我就是幹嘛 就是認真看我的那個 這個Timer Timer的Interrupt 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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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沒看 看程式碼 好 注意這邊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Seed Stick Handler 它就是在 按Cortex M裡面 拿來做什麼 那就是一個 一個內建的一個時鐘 所以你可以設定說 它每個一段時間觸發 那你看 這個Seed Stick Handler 在做什麼事 它就是把 它就是做Context Switch 所以它相信什麼 它就是把 之前的狀態把它存下來 然後切換到新的狀態 就這麼單純 所以你看 我要是做一個 pre-entive schedule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是針對 Long Robin的Schedule就可以 可是很不幸的 在真實情況下 Long Robin 它只會在特 不是那麼好用 對不對 因為我需要什麼 設計我的優先權 我還要考慮到 我的什麼 CPU的資源 對不對 以Long Robin來講 它就是每隔一段時間 我就做切換 其實它沒有考慮到 CPU的公平 對不對 這個CPU可能就 忙著做某件事 那另外一個CPU可能 完全沒事幹 對不對 就是這種公平的問題 所以你看 這樣的一個 最簡單這種切做法 它是沒辦法 對嗎 就是這些TASK 然後 好 剛剛提到這個O1Schedule 好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在Linus Kernel裡面 你會大量看到這個 Bookkeeping 什麼Bookkeeping Timekeeping Timekeeping 那這個東西 對 你要加Linus 這個東西 就是 你會看到說像這種 這個 你可以去找YouTuber 已經有很多錄影 你可以 講得蠻好的 最近幾年 Linus Foundation這幾年 花了很大的心思 就是把這種高品質 高品質的一些錄影 把它錄下來 而且這裡面的兩者 很重要 就是它往往就是那個專案 或是那個子系統的 一個什麼 它的主要的貢獻者 或是那個專案的發起人 所以你聽到這種 第一手資料 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就算沒有去 參加這個Linus Foundation的活動 也沒關係 因為打開YouTube 就是 通常 活動辦完三個月內 就會更新 這三年做得非常好 像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的話 它標籍叫什麼 叫做Timekeeping in the kernel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Timekeeping 顧問是一直在做什麼事 就是什麼 去處理這些什麼 跟時間有關的 然後去做 就像它記帳一樣 然後在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Bookkeeping 就是 Bookkeeping就是你去查那個字典 其實它就是那種記帳圓 做那個事 那我們要在意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在意 這個地方在於說 我們要處理多少個任務 然後我們的排程 然後排程的時候 要考慮到什麼 要考慮到特定的CPU 這是O1 Schedule 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因為它本質上 就考慮到什麼 SMP 所以它知道 要排哪個CPU 所以 一個Run Queue 它就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屬於一個 專屬的CPU 注意到在Linus來講話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資料藉口 叫什麼 叫PerCPU 注意到我的寫法 PerCPU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Dash PerDash CPU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像剛剛那個Run Queue 它就是一個什麼 PerCPU Data 然後呢 每一個Task 所以你們注意到 這時候有沒有覺得 腦袋很亂對不對 這邊講Task 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小的執行單元 注意到這個機車吧 對不對 就是有沒有看到那個 用於非常之機車 所以你 我不早 自己看 就這樣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到這個東西 好 所以這邊講的Task 跟那個C Group 講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這邊講的是什麼 這邊講的是一個 最小的單元 所以這個最小的單元 其實就是這樣 它就對應一個 剛剛好對應到一個什麼 Run Queue 好 所以 這個東西呢 在什麼情況會有影響呢 會在做Migrate 好 所以我今天在做這個 像剛剛的回答 剛剛那個同學的提問 其實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你今天要站在資源的角度去看 比方說你站 你一個是站在系統 一個宏觀的一個去看 應該是從資源的角度去看 才有辦法去回答 這一系列的問題 好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說呢 我們用我們每一個 Run Queue 就是對應到一個 指定的一個CPU 注意到 一個指定的CPU 然後呢 這每一個任務呢 每一個任務呢 有什麼 它就對應到一個Run Queue 然後 那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它的這個設計是這樣 它這個2乘以40 這個40是什麼鬼呢 40就是 可以動態調整的一個優先權 這個後面會解釋 然後呢 這個每一個CPU呢 它會有兩個 兩個Run Queue 一個是目前作用的 另外一個是已經過期了 所以你看 我有兩個Run Queue 然後呢 我有40個 40個動態優先權 然後再乘上 乘上你的這個CPU總量 所以這是總共 總共的這個 你所具備的什麼 Run Queue總數 好 那如果說呢 我們把它看成這樣的一個示意圖 所以注意到 它其實有分什麼 它會分 目前作用的 還有已經過期的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講這個Run Queue 記得我們在這邊講這個Run Queue 對不對 這邊講Run Queue 所以這邊就會有什麼 對應這個Run Queue 所以 它的O1 其實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 當我要挑出一個 高優先的任務 我不需要 時時刻的 時刻的去掃描每一個 每一個任務 它裡面的一個數字 不需要 所以你看 我的任務 在它一開始 它在建立的時候 它在描述的時候 它在描述的時候 就已經成好了 然後你看到 這個2乘以40 再乘以這個總量 所以我一開始就已經算好 算好它一個優先權 算好它一個對應的 對應這個40乘以你的CPU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Level 跟你的CPU總量 所以我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只要挑出 比方說 如果以優先權為主的話 我就挑出什麼 不精確的說法 你就可以挑出上面的 就是上面來講 當然我可能還是要走訪一陣子 所以我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的O1 不是每個地方都是常駐時間 而是說 我要挑選什麼 優先權高的 我不用走完全不 我可以怎樣 透過一個這樣一個 一個bit mapping 去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的技巧 其實就是這個 相關那種bitwise的操作 所以再次強調 你要了解 要征服練習課 要了解 你bitwise的操作 所以這邊再強調什麼 什麼叫做O1 它今天講的O1 是因為什麼 我今天資料的保存 是放在什麼 放在這種bit set上 就是放在這種一大堆的bit 應該叫bit set也好啦 或者這種bit array也好 反正就是說 我放在這邊 所以我今天把這些數字 存取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種 相對一個這個 bwise的操作 所以這邊講的這個 常數時間 常數時間 其實是講什麼呢 其實是講出 我挑任務出來 所以它只有pick up 就是挑出任務的時候 是常數時間 但是如果說你要去 新增刪除 它其實是有額外的開銷 特別注意到這個議題 所以應該我這個 因為對我來講 我在這個level 我挑的就是這個 同理我在這個level 就挑這個 但是如果說你要去新增 或者去刪除 其實它是有額外的代價 所以注意到 它是講挑選的 那接著就講了 比較麻煩的狀況是什麼呢 像剛剛那個策略 因為本質上有很嚴重的問題 像這個什麼 像這種Io的問題 這個是很麻煩的 因為你還涉及到那種lock 那你還涉及到這種狀態切換 所以你還需要一個 額外的vq 但是注意到 我們用的術語不是vq 就是說這種會被block 它執行過程中 一定會遇到這種block的狀況 比方說有遇到頻繁的新呼叫的 或者中端處理的 一定會遇得到 那我們針對這個狀況 其實需要一個額外的機制 一個某種形式的vq 所以我們在第一個階段先提到這邊 所以我們幫大家快速複習一下 我們講到剛才提到的什麼概念 我們剛剛其實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思慮 就是說排程到底在做什麼事 其實它在講的就是 如何把你這些任務 集合法印射到這些資源上 然後再來是說 你其實不要把你的目光 只看到Linus kernel上 其實你應該廣泛去看 很多東西都是觸位旁通的 反規說如果你從頭到尾就是聚焦在一個 kernel上 一直想就一直在 有點像一個 有個東西叫什麼 海龍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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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公式 海龍豬 海龍公式在講什麼鳥 海龍公式就是講這個很神奇 因為三角形 三邊ABC 就一定可以確保出它會做出一個什麼 就出一個三角形 可是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好玩的地方是說 我要怎麼去求出它的面積 如果它是直角三角形 很簡單 反正就直角兩邊去相乘除以二 可是如果說是隨意給定的ABC 那海龍公式長這樣 那如果你抽到尾就是從代數的觀點去看這些事 你就完全不想什麼幾何異 就是這樣 完全不想幾何異 你就一直在想ABC ABC ABC A加B加C 一直算這個 你終究是不可能算出來的 因為你不把這個東西帶入 把那個東西跟幾何 跟三角函數建立一個對應 反過來說 如果你知道 面積跟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跟這些邊的關聯 那你可能就可以去推倒 這是高中的數學 所以你看 你在高中的時候 你就學會什麼 你就學會 其實你需要廣泛的看 反正說你在高中的時候 學到那個什麼利美符 就是複數 就是那種複數坐標系 這些機器一樣 在你大學的時候 開始接觸到像一些複裂轉換之後 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理回到這個邊的人來講 你學習那個科目 其實人家想 它的相關的議題在哪邊 所以我們前面花了蠻多時間 跟您講這個議題 就講一些技術觀念 再來是說 這邊跟您講說 怎麼去測量connet switch 用個相對簡單 雖然不精準 但是相對簡單的一個方式 去測量connet switch 然後這邊也介紹到什麼 這種像perf這樣的一個工具 然後它做了什麼事 那我們要做這個功能 做觀察 然後注意到linux kernel 是一個不斷的演化過程 那我們為什麼要看這些歷史發展軌跡 你不能急著看最新的 其實往往你需要看歷史的軌跡 才知道中間做了什麼事 所以我們也看了這個2.4的kern 做了什麼事 2.6又做了什麼 那2.6的其實很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剛才提到 大量這種bwise的操作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 靠著linux zero clz 或是靠著trailing zero 靠著尾巴的零 或者說popcon 這樣一個操作 所以本質上它是對一個什麼 它是對一個bit array 所以注意到這個O1 O1這個偉大地方在這裡 那所以你可以把這邊前面描述 那我們在這個第二部分就來 要認真看看這個議題 然後所以在我們講這個 這個schedule講座的第二個部分之前 請你去複習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這個相關的材料 好 那我們這次就跟大家探討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